别人打野都为食物发愁 而贝爷却实现了小龙虾自由 不仅仅如此 他还逮了一条肥坨坨的电脑 吃上了香喷喷的蛮鱼船 好端端的一档求生节目 硬是被贝爷玩出了花 本期他来到了爱尔兰北郊 杰森驾驶着德币陈浩 以130迈的速度在海洋中穿梭 抵达到目的地 导演还没来得及吹口哨 贝爷一个帅气的后空翻快速入了水 零下十几度的海水是真冷 以防体内室温凉凉 上岸后贝爷向窜天猴一路狂奔乱跳 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体内的温度 没走多远他并停下了脚步 在这里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阵 是很难辨别出方向的 机智被想到了个妙招 随后并从腰间掏出了大刀 摄影师下了一大挑 以为贝爷要对他下黑手 得知是在辨别方向摄影师才松了口气 通过树枝折射出来的道 贝爷重新获得了方向感 一路向北市一片雨林 那里会有吃不完的食物 不料这小家伙发起了反击 一个祖传的掐头去尾 贝爷这才安心地用了个闪 吃饱喝足后继续赶路 面对湍急的河流 贝不绕并没有绕到 要知道这种情况一旦掉下去 会立马被急流卷走 想要找到尸体都难 好在贝爷服大命大 平安无事抵达到了对岸 刚刚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老规矩找点食物压压尽 我滴个乖乖 没想到这个地方也盛产小龙虾 龙虾体内含有大量的寄生虫 贝爷可不敢享用刺身 挖了一颗新鲜的苔形 然后用水将其尽透 这样将龙虾放里面就不会变味 刚从森林里走出来 事业里出现了几座火山 上一次在冰岛吃了顿羊肉火锅 贝爷至今流连忘补 来到山脚下 周围全是炙热的火山群 其温度超过了200摄氏度 倘若掉下去会当场吃喜 但贝爷是啥人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在沸腾的火山群里 涮小龙虾是种什么体验 贝爷脱下了带味道的袜子 然后将不花钱的龙虾放了进去 放全水里煮个七七四十八秒 这个时候的口感最佳 经过高温消毒后 贝爷连龙虾壳都没舍得放过 火候恰到好处肉质肥而不腻 就是有股独特的味道 解决了食物补给问题 接下来贝爷需要找点淡水 在野外三天不进是没有关系 一天不喝水很有可能凉 站在至高点仔细勘查了一番 谷底下貌似有水源的迹象 就在贝爷靠近河流的那一刻 空气中散发出了一股硫酸味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掏出水壶贝爷鉴定了一口 好家伙 这味道比马桶水还上头 不用多说这水已被污染 还是不引用为妙 眼看太阳马上就要落山 贝爷快速返回了丛林 突然视野里出现了一只野兔 摄影师沾沾自喜 以为晚上能够加餐 不料上面已爬满了苍蝇 在小树林的角落找了一块碰子 手工被幼虫操起了旧业 这种植物韧性相当强 将其从中间分开 房屋的框架总算大功告成 以防夜间盘稿子着凉 还需要在屋顶上盖上一层薄薄的树叶 论造房子这一块在整个荒野间 除了得夜之外 估计没有人敢和贝爷叫板 直接睡地上并不是很舒服 有了这堆潮苔蟹做床垫 一觉拱到天亮不成问题 休整了片刻 贝爷脑海里有了痴蜜蜜的念头 来到河边水里出现了不明生物 徒手钓鱼贝爷没学过 这时候他想到了亚马叶 将其从一条条细丝 只要不明生物咬住 指定是有去无回 抹了一点带味道的野兔肉 贝爷对这次垂掉充满了信心 但他完全低估了不明生物的智商 无论他怎么更换姿势 浮飘死活就是没动静 就在贝爷感到绝望之时 钩子上有了大动静 千算万算没想到是这个坏家伙 这是一条重达三公斤的老电蛮 善良的贝爷打算将他活生生掐死 不料却被垫了一下 是可忍熟不可忍 不吃一刀下去 电蛮当场见了阎王 这可是难得一遇的高蛋白 待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加工一下 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火源问题 收集了一些干树枝 贝爷掏出了92年的诺基亚 他打算用锂电池生 只见他用刀子扒拉了三两下 很快火龙就燃了起来 这个方法倒是挺不错的 就是有点费手机 有了一坨熊熊猎武 贝大厨精心料理起了晚餐 先搁一些鱼肉熬个清汤火锅 鱼皮用棍子铲起来放在火上烤 至于多余的肉还是老规矩 制作一个三角烤架熏鱼干 这玩意要是打包一点带回去 定能让德奶奶欣喜若狂 忙完了一切 贝爷享用起了晚餐 口感当然没得说了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刚补充了几两蛋白质 他就急冲冲想着回去浇作业 将火堆加足了柴火 这样能散发出一股萌烟 一旦有开飞机的路过 兴许就会停下来 来到岔路口 贝爷陷入了两难 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 当下也没啥好招 不过好消息是对面有座森林 貌似还有条乡村小道 只要能活着抵达到对岸 那就离回家不永了 但问题是脚下是到五十米的悬崖 直接跳下去肯定不行 机智被想到了个妙招 几根不起眼的藤蔓在他的妙手之下 瞬间变成了一道下山的绳索 将末端固定在大树上 贝爷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倘若藤蔓质量不过关 结局肯定是六人一桌吃大喜 爬到半腰中瞅了一眼脚下 贝爷的恐高症又犯了 与其长痛不如短痛 只见他松开绳子扑的一下 跳进了谁 上岸后地面上出现了一排轮胎翼 这充分说明附近有人类文明 沿着逆时针方向 贝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每当贝爷在野外吃上鹿肉大餐 注定着这次的旅程要倒大霉 本期他来到了西伯利亚南郊 这个鬼地方是出了名的冷 常年气温不超过零下四十度 至今还未有人来探索过 面对如此严酷的环境 贝爷的心里毫无胜算 写好遗书交代完后事 他并纵身一跃落了地 好家伙 就眨眼的功夫 耳边和手指就没了知觉 一旦原地逗留个几分钟 结局就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此时只有快速活动起来 往低海拔地区走 为了证实这里比海难冷 贝爷做了个小实验 将小刀贴在了手掌心 不到两秒 就像502一样牢牢地粘住 硬拔肯定要受皮肉之骨 这个时候只能致取 打开下水道浇了两滴冰红茶 太阳就会落山 周围一片光秃秃 在这过夜根本不现实 贝爷加快了下山的步伐 古人云的一点没错 上山容易下山难 没走几里地 贝爷的体力就有些透了质 撬开腐烂的树皮 果真没失望 里面躺了两只天牛 管它长得咋样 能补充蛋白质就是硬道理 区区两只小天牛 还是满足不了体内的能量 于是贝爷往嘴里塞了颗大力丸 这可是一位老中医给他的方子 关键时刻吃上了一颗 能给体内提供十万卡哇伊 补充完能量 贝爷意外发现了一座野生山洞 仔细打量了一番 里面并没有可疑的生物 四面遮风空间宽敞 腰膝是个过夜的好地方 以防晚上打板子抽搐 手工被快速生了一堆火 一个不留神贝爷掉了个通天屁 洞中回声四起 里面莫非还有暗洞 待明天有时间进去探索一番 雇完了火堆 刚准备出门嘘嘘时 没想到有了意外的收获 这是一头重达九十公斤的母训 贝爷本打算结婚的 可瞄了眼鲜美的鹿腿肉 还是没惊得起诱惑 打了三颗腰子一颗鹿球球 贝大厨精心料理起了晚餐 火候恰到好处里焦外嫩 口感有一股独特的风味 没吃过瘾的贝爷 又烤了一根鹿棍子 补充了几十万卡哇伊 直接睡觉打板子怪可惜的 将鹿皮从中间一分为二 手工被打造了一个雪橇 有了他明天能带不少肉上路 随着太阳缓缓降落 外面的气温骤降到了零下五十度 贝爷赶忙钻进了山洞 倘若在外面逗留几分钟 结局肯定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由于洞里的气温比外面高 这也成了公蚊子的藏身之地 蚊子有好几年没开婚 见到贝爷各个生龙活虎 可他们完全低估了这个男人的实力 逮了一只领斑的 贝爷将其拧碎后塞进了嘴里 话说蚊子虽没蚂蚁大 但吃到嘴里也是蛋白质 有一堆篝火取暖 不出意外指定能熬到天亮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夜间可真是长 长到让人头皮发麻 睡了十六个小时 贝爷浑身像是掏空了 早餐都没高兴吃 他并快速起了身 有雪敲这个拖油瓶 不知道消耗了多少体力 但这也并非是件坏事 爬到山顶上 贝爷已累得像条二哈 稍微喘了一口气 还得继续赶路 为了节约时间和体力 下山时贝爷是连滚带翻 这一招倒是挺妙的 但没有两把刷子根本就绪不来 那是上面还结了一层冰 绕道走大概需要一周 但从冰面上走风险太大 纠结了一番 贝爷让摄影师凿了个洞 随后将腰间系了个绳子 倘若30秒不见他的影子 一切按照遗书上交代的办 这是贝爷离痴息最近的一期 在零下50度的湖里泡起了凉水澡 冒这个闲止音不想绕路 好家伙 刚入水不到三秒 脉搏就飙升到了300条 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心脏骤停 好在贝爷有多年的临床经验 这才保住了小命 话说在水里是不算太老 但上岸后就要了老命 浑身的细胞都在抽搐 稿子就更别提了 要不是自己身体素质好 肯定会把小命交代着 以120麦的速度 贝爷跑到了火堆旁 众所周知正正得负 父父就得正 用冰冷的血擦拭冰冷的身子 不出意外会产生一点热量 借助篝火给稿子输送了一波热量 贝爷快速穿上了衣服 想到刚刚潜水差点吃喜 贝爷后悔莫及 不应该那么冲动 为了节目组的几万马内 也不值得拿小命冒险 来到小小树林里 周围的环境安静地 让人有些发慌 除了积雪就是树木 这一刻仿佛时间都凝固了 面对庞大的森林 贝爷貌似成功迷了路 爬到树顶纵览了一番 三点钟方向有道峡谷 一旦能顺利抵达 离文明社会也就近了 不过在出发之前 还需要给体内补点能量 这是长在松树上的松果 仔细一瞧有松树搬运的痕迹 贝爷瞬间就觉得松果不香了 利用绳子做了个套锁装置 在中间放上一点诱饵 不出意外的意外 真有只笨蛋松鼠上了套 可惜这家伙已动得硬邦邦 不然贝爷都懒得起锅烧油 细火慢熏了几分钟 这味道无法用语言形容 卡哇伊是牛肉的十倍 有了蛋白质的补给 贝爷走起路来像四开了管 没走多远 眼前出现了文明社会的迹象 庆幸的是 运煤的火车刚好路过此地 贝爷一跃而上蹦上了火车 这趟西伯利亚之旅实在是太难了 中途有好几次差点吃喜 这是贝爷刚从猎狗口中夺来的美食 生火加工对他来说有点多余 割了一块鲜嫩的羊腿肉 口感果真压马带 细瓶好像不解馋 还是啃着吃比较过瘾 此次贝爷要挑战非洲的赞比亚 面对草原上的扛把子 他将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是将其反杀做到彩 还是选择保住小命逃跑 下方这道巨大的瀑布是维多利亚瀑 它是全世界单体面积最大 看到如此壮观的美景 贝爷嘴里忍不住念叨起了杜甫的诗句 找了个合适的位置 贝爷带着冲浪板快速入了水 在激流中泡澡果真刺激 以防把稿子冲散架 不宜在水中逗留太长时间 上岸后 破烂贝在石缝里捡了个人自托 这可是个好东西 先打包起来再说 在当地想吻恶袭击人的事件经常发生 贝爷可不敢在河边过夜 虽然自己身怀绝技 但还是不能瞎冒险 万一半夜摄影师被鳄鱼偷袭 贝这个黑锅不划算 此时地表的气温高达40度 贝爷打算找个地方卸卸脚 刚刚下了一场暴雨 导致岩石变得异常的湿滑 任凭他怎么使劲就是上不去 绕道走耗时又耗力 贝爷打算借助大树上山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还是发生了 细数之根本承受不起他这大块头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没伤到要害部位 成功进入内陆的贝爷热的满头大汗 这种感觉痛苦又难受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先找点秘密补一步 可没走多远 地上出现了一排神秘的脚印 从长短和大小贝爷推测 应该是马河留下的 马河块头重达几千公斤 而且领取意识比较强 他们很排斥新物主 这种情况换成任何人都会跑步 但被大胆就是被大的 他不但不走还要到河里钓鱼 这个长得像核桃的水果 相信很少有人吃过 他是非洲部落人的主食 里面的果实像奶酪 营养价值和口感当然没得说 光吃素不嘎肉 可不是贝爷的作风 利用捡来的人资托和钢丝 手工被快速制作了一组钓鱼线 为了增加成功率 他连鱼耳都没舍得装 将水壶往树枝上一掐 被太公钓鱼 就是这么任性愿者上钩 随后他并深入了沼泽 总听德爷说鳄鱼肉好吃 贝爷也打算碰碰运气 赚优了大半天 结果连鳄鱼毛都没碰到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鱼线上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果真有条傻帽国宝上了钩 这一招空手套白狼 估计邓老师看了都直呼内行 解决了食物补给问题 接下来就是落实一下晚上的住所 这棵歪脖子老树倒是呱呱老叫 就是地上的黑蚂蚁有点多 万一袭击到稿子后果不堪设想 好不容易发现了个天然的庇护所 贝爷还是觉得有点不同的 倒不是因为他嫌弃环境不好 主要是只有一道出口 万一有掠食动物窜门 连后退的余地都没有 此来想去 贝爷还是觉得税术上踏实一点 猴面包树的树皮很薄 就像18岁的小姑娘 销上几根木棍往里一插 爬树的梯子就有了 不知不觉天色已暗了下来 贝大厨精心烹饪起了晚餐 要想烤鲤鱼的口感地道 千万不能直接放在火焰上 品尝一口味道相当来丝 除了鱼肉全是刺 夜间完闷闷体内燃烧了很多水 起床后贝爷将衣服系在了大腿上 然后疯狂在草丛里走动 这一招果真是妙 不一会就收集了很多露水 虽然喝嘴里有股夜来香的味道 但总比可死强 没走多远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大象 面对这些庞然大物 贝爷是惊叹不已 屏住呼吸躲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儿 他快速起身离开了此地 项肉虽然很可口 但自己立单是薄 还是找点其他食物比较靠谱一点 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土田鸡 他可是非洲赫赫有名的蛙王 嘴里长满了獠牙 动不动就爱咬人 当地几乎没人敢打他的主意 很可惜今天蛙王遇上了贝大胆 准备了一根又粗又细的树条子 贝爷准备从背后给他个大惊喜 可下一秒 这可把他气炸 挥起树条子就是一顿崩山裂地斩 可怜的蛙王就这样活生生领了河饭 就地找了一些柴火 手工被火速支了个小灶 细火慢熏了几分钟 贝爷迫不及待鉴定了一口 味道貌似有点不咋地 随手就将其甩在了脑门后 在树上抓了几只幼虫 贝大厨又烹饪了一道全虫眼 妖西还是这个口感地道 嘎嘣脆鸡肉味 肖恩云的一点没错 虫子吃多了必遭暴影 没过多久贝爷赶到了肚子不适 在野外一旦窜息过度 体内很有可能脱水 此时他已顾不上这么多 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一下 乌漏偏逢连夜雨 走着走着一道瀑布挡了道 掉头回去根本不科学 贝爷只能冒险攀爬悬崖 体内不知加上陡峭的地形 导致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时一股强流突然奔涌而出 这种感觉只有精力过才能体会 眼看裤子就要炸裂 无奈之下贝爷只好就地解决 你还别说 高空拉西果真别有一番风味 排掉了肚子的垃圾 贝爷攀爬悬崖生龙活虎 出乎意料的是山顶上有个大蛇子 真是心里想啥他就来啥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赶紧把重要部位清洗一遍 每每地泡了个凉水草 贝爷沿着山路继续进发 抵达到接应点 他连忙生了一堆风虎 这样开飞机的就能发现 随着浓烟的缓缓升起 没过多久头顶响起了轰鸣声 本次非洲之旅也到此结束 这次贝爷窜息纯属意外 生吃刺身数十年 还从未闹过这等笑话 要是隔壁的得子之道肯定会给给 别人打野都为食物发愁 而贝爷却实现了海鲜自由 有吃不完的寄居鞋 笔稿子还细的大海餐 和羊球球不插上下的摩海胆 外加一条八两八的小黄雕 我严重怀疑 贝爷是打着求生的名义 但摄影师出来也吹的 本期他来到了印尼西门岛 抵达到目的地还是老规矩 先降落到水里抛个凉水澡 倘若走狗使孕 说不定还能逮条鲨鱼 折腾了几小时 结果连鱼毛都没摸到 上岸后贝爷彻底陷入了绝望 倒不是因为看不到比基尼 而是这个鬼地方热的药老命 再不采取防晒措施的话 结局只有回家吃洗 捡来一个就塑料瓶 将其从中间分成了两半 手工贝快速制作了一个护目镜 听隔壁的德爷说 水底下有种神奇的珊瑚 只要往皮肤上抹一丢丢 能有效地遮挡紫外线 哼鸡哼鸡掏了大半天 贝爷总算找到了目标 挤出珊瑚体内的分泌物 手工贝将全身抹了一大便 古人云有戒有还再戒不难 贝爷也明白这个道理 将珊瑚放到水里做个记号 明天需要再来取 连续几小时没有补充水分 嗓门发出了求救信号 在岛内转悠了一大圈 并没有发现生命的圆圈 无奈之下贝爷打起了野路水的主 你还别说口感真卡挖一 勉强塞了个牙缝 他继续冲起了泡 乖乖个东里东 这可把贝爷吓傻了 一大群寄居蟹在做游戏 难得一遇的美食 错过了怪可惜的 逮了一只抽掉内脏 本以为贝爷会想用一顿刺身的 可他却没按套路出牌 扯下所有的蟹钱 仔细打量了一番 根本不够塞牙缝 贝爷决定放他们一条生路 要想补充足够的卡挖一 还得去海里瞅一瞅 制作了一把简易的工具 赶海贝快速下了水 抓海鲜可是德爷的前辈 三加五除二的功夫 一条海参就到了手 可这玩意怎么吃成了大问题 这是一条又细又长的小海参 它和香肠根本就不是一个祖宗 这口感和橡皮筋没二氧 嚼到嘴里nd八讲的 贝爷这牙口根本驾驭不了 一气之下直接将其抛到了脑门后 还是找点嫩海货比较靠谱 可天有不测风云 此时水温骤降了有十几度 刚下水不到一个钟 稿子就有了抽搐的反应 为了吃上肥美的大餐 这点小风小浪算不了什么 来来回回折腾几小时 结果连鱼毛都没丑到 但贝爷并没有选择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最后一个回合 总算发现了目标 他插一根穿云叉 黄雕立马领了河饭 抓到这种鱼一定要留意 千万不能被尾巴的刺杂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眼看太阳公公马上下班回家 晚上的住所还没有安排 在外脖子老叔附近找了块空顶 手工贝开始收集浮墓 搭建窝棚 当然了棕榆液也不能错误 它可是搭建屋顶的最佳材料 现在万事俱备 只缺一些绳子组装 附近的藤蔓是成了灾 贝爷一个狗袍急盲上了树 借助小刀割下了几百米 下来时即便稿子磨得直发烫 但他丝毫没买账 在热带地区经常下暴雨 搭建庇护所可不能大意 最好是盖个牢固点的 可竹子不乐意了 贝爷刚离开 下一秒他就倒了地 祷告了三两句 公竹子才收住了性子 连自行庇护所是贝爷独家自嘲 强度那是相当哇塞 以防夜间打板子闲了 小吊床也要安排起来 最后在屋顶盖上一层棕榴叶收尾 一座朴实无华的小窝棚就竣工了 近期雨水比较多 手工被在屋檐下安排了几处水槽 据有关资料记载 天然的雨水含有大量的矿物质 磕下去能补充不少能量 趁着天色没有暗下来 还得收集一点干火龙 没有火碗上不仅会遭到公文字的气负 还有可能把稿子冻就掉 生了一坨熊熊大火 接下来贝大厨将精心烹饪晚餐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海岛之旅 早餐有海胆刺身塞牙缝 晚餐是炭烤野黄雕 外加一碗闷蟹钱 不知道隔壁的德爷 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次日天空下起了暴雨 这对于贝爷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缩了两大口野生的雨水 浑身上下充满了能量 连续几天没有泡澡 稿子早就有了意味 贝爷可不是个傻子 免费的淋浴他咋会错过 不管身处何方 身体一定要锻炼好 人一旦上了岁数 焦作业没有个好身体可不行 折腾了几小时 早餐还未成有着落 贝爷再次化深海亡下了水 这回是真的走运了 刚下水就捕获了一只海胆 海胆身上的刺可不是闹种安门 一旦炸到皮肤 很有可能红肿 贝爷早就领焦过它的厉害 据说这些刺炸到岗子上 想拔都拔不出来 吃之前一定要将刺清理掉 万一被炸到不划算 借助小刀的力量 贝爷将其分成了两半 海胆只有中间一丢丢有营养 千万不能放水里煮 只有吃原汁原味的口感才递到 刚缩了一口 贝爷脸上写满了咸气 口感比小屁孩的奥利点还上头 管他二七一十八 能补充卡外依旧行 在荒岛上生存了三天 贝爷并没有发现有船路过 坐以待毕恐怕很难重返文明社 思来想去还是主动出击保险医 捡了一些旧毛主 手工被造起了法子 为了节约时间和体力 还得在法子上安装个饭 有了他不仅能预防太阳 还能借助东风乘风破浪 数小时后 贝毕陈昊终于下了水 好家伙 刚启航就遭到了风浪的袭击 这种情况换成任何人都会掉头 但被不绕就是被不绕 使出了浑身吃奶的力气 法子总算没偏好 经历了几波风浪 贝毕陈昊并没有解体 可想而知贝爷的手工技术有多牛叉 没走多远 耳边传来了轰鸣声 贝爷急忙发出了求救信号 此次旅程也到此结束 这是贝爷过得最舒服的一期 嘎嘣脆的公海豹 鲜嫩多汁的海胆磁身 59公斤的老绵羊 吃不完的胭脂鱼 贝爷这次摇身一变 成为了吃货贝 教你如何野外吃大餐 近期节目组经费有限 这次将贝爷的座架 换成了贝毕陈昊 抵达到太平洋 导演使了个眼神 贝爷快速跳进了水里 摄影师是一脸的无难 只能跟在后面挨动 冰冷的海水冻的稿子直哆嗦 好在离岸边只有十几公里 上岸后需要快速运动起来 否则体内会失温隔屁 沿着海岸线走了几里地 眼前出现了一道大黑影 贝爷加快了步伐 好家伙 原来是头海豹躺在了地上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开局 仔细打量了一番 海豹牙齿掉了一大截 贝爷做事一向有原则 从不对拨牙子下手 常年受台风影响 地面长满了台线 走了两小步滑得不可开交 机智的贝爷想到了个妙招 鞋子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这辈子还能穿上袜子 袜子含有大量的纤维 能增加摩擦力 不一会的功夫 贝爷就穿越到了沙滩 看到成千上百条胭脂鱼 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据本草纲目记载 这种鱼的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 贝爷搬去一块石头 打算碰碰狗屎云 可他完全低估了鱼儿的智商 忙活了几分钟 结果是王麻子打水一场空 这可把贝爷气炸了 无奈之下他拿海胆撒起了气 这是一种紫色海胆 在国外价值好几百美刀一颗 勉强塞了个牙缝 贝爷又在海岸线冲起了炮 好家伙 不知道哪位大神将团开到了岸上 这对于破烂贝 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收集了一款麻省 他赶紧离开了这个世卑之地 岛上的地形是莫测多变 贝爷一个不留神掉进了石洞 不过这一窥吃得挺直的 有了意外的惊喜 这是一头重达50公斤的老绵羊 贝爷看了两眼直溜哈喇子 乖国老没有吃羊肉的习惯 通常养死了就会丢在野外 天降美食贝爷可不想错过 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沼泽 没过多久他就发出了阴阴阴 淤泥缠住双腿死活不放 使出了浑身吃奶的力气 才将腿拔了出来 还没吃上羊肉 贝爷就损失了不少体力 好在他年轻气盛吃得消来去 将老绵羊移到了个没人的地方 手工被将刀子塞进了羊叉 取羊皮可是他的拿手活 三加五除二的功夫 羊皮好把无损一根毛都没掉 割了一块稚嫩的大腿肉 贝爷并没有享用此身 而是准备晚上烤着吃 羊球球是难得一遇的美食 近期贝爷那个地方有点虚 起锅烧油他一本不及 抱着羊球就是一顿啃 补充了几十万卡哇伊 荷尔蒙瞬间活力四起 在嘎拉里找了一个山洞 贝爷打算先在此地将就一宿 收集了一大堆朝台咸 晚上睡觉的床垫就有了 随着太阳缓缓降落 气温骤降了有几十度 挖了一大堆泥炭作火种 贝爷掏出了心爱的打火棒 玩归玩闹归闹 没有火堆的保护 夜间打板子肯定吃不消 以防火堆中途卸菜 贝爷将里面加足了燃料 趁着摄影师不在 贝大厨烹饪起了晚餐 用苔藓将羊肉一包 不管放火上烤多久 营养一点都不会流失 十几分钟后 羊肉散发出了独特的香味 贝爷急忙品尝了一口 虽然羊山味有点上头 但能填饱肚子才是硬道理 夜幕降临天空下起了暴雨 窝棚里浸满了雨水 火堆也不给力罢了功 这一球稿子抽出了有十八次 要不是贝爷当过特种兵 恐怕早就冻得硬邦邦的 全村人等着破费吃喜 乌漏偏逢连夜雨 刚走了三里地 贝爷就遇上了大麻烦 为了能早点和得奶奶团聚 贝爷决定冒险穿过这道千丈悬崖 取出麻绳将其分成了两半 随后将末端固定在树枝上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能平安无事到谷底 骑在绳子上贝爷大气不敢传 一路屏住呼吸骑虎难下 每一脚都不能大意 一旦摔下去收尸的人都没有 平安无事落地后 贝爷需要赶紧找点水压压巾 倘若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 打死也不会冒这个险 小溪里死了一头山羊 这种水千万不能饮用 源头基本被污染了 喝下去轻则窜息 重则去重症监护士 又不知道走了多远 一条湖泊挡住了去路 贝爷刚准备掉头绕道 定睛一桥对面是一片森林 有森林的地方说明有人烟 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判断 过了河一定能重返文明社会 周围穷的一干二净 打造贝必尘号根本不现实 机智的贝爷想到了个好麻子 将羊皮里装满野草 随后吹气扎紧带口 这样在水里羊皮就能浮起来 反复检查了好几遍 贝爷才放心下了水 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河水的气温不超过一度 冒着稿子被冻坏的风险 贝爷愣是硬着头皮往前冲 突然一阵狂风呼啸而过 浑身瞬间骑满了鸡皮疙瘩 当下没有撤退可言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平安无事靠了岸 众所周知上岸后比在水里还冷 贝爷一直在哆嗦 好在羊皮带里的衣服没事 否则结局就难说了 穿上衣服可不能逗留 需要快速活动起来 不然体内会失温 刚爬上山坡 眼前就出现了一条小道 沿着这条路肯定能回家 贝爷这趟海岛之旅 总体而言是写传 稿子不但没有冻坏 还吃上了一顿大餐 回去也能如愿以偿交作音 这是一条体长约一米的巨型蜥蜴 它的爪子尖锐有力度 牙齿锋利无比 被称之为沼泽里的扛把子 很可惜遇上贝爷它就不是了 不出意外的意外 待会还要将它炖了 本期贝爷来到了苏门达黑暗沼泽 听当地人说沼泽里有成千上百种致命生物 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来探索过 抵达到目的地 贝爷采用了传统的绳索下降法 这样能给体内节约不少体力 落地后定睛一瞧 周围的环境安静地让人发慌 贝爷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万一被不明生物亲上一口 后果不是吃袭那么简单 刚进入芦苇地 锋利的叶子让它举步为奸 弃人的是水底下还有一滩淤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杀出了一条生路 走着走着一条白角兽送上了门 贝爷根本没功夫欣赏 掐头去尾就送进了嘴里 口感丝滑Q弹 卡路里是土豆的三倍 有了蛋白质的补给 贝爷一路向四开了挂 很快就走出了芦苇荡 但接下来的路可不好走 当地的响伟厄是出了名得很 个头长达数十米 很擅长伏击新物种 贝爷每向前走一步都不敢大意 没走多远水里冒了泡 只见他一个祖传的回手套 一条巨型蜥蜴就到了手 这可是沼泽里的导弹鬼 能抓到他属世不易 遇上贝爷蜥蜴也只能认栽 拧着尾巴对着树干甩了十几下 蜥蜴当场就晕了响 以防这个家伙醒过来复仇 贝爷掏出刀子将其分成了两半 蜥蜴的肉质虽然不算太鲜美 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在野外最重要的就是获得能量 贝爷决定找个没人的地方将其炖了 雨林里遍地都是杂草 即便刚刚打完猎 但贝爷心里还是有些发毛 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底 当务之急是赶紧生火预防掠食动物 在丛林里生火真不容易 费了半条小命 火熔总算燃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贝大厨的烹饪时刻 如果在野外抓到巨蜥不会烹饪 贝大厨手把手叫血 先将蜥蜴蛋取下来放火堆里 细火慢熏十分钟便可开吃 口感怎么说呢 除了有股独特的味道 其他一点毛病没有 开胃菜吃完 接着就是吃正餐 蜥蜴的尾巴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吃了不仅能美容养年 还能提高战斗力 火候这回贝也没拿捏好 嚼到嘴里nd八奖的 干完了饭 贝也将新买的皮鞋割了几个洞 接下来将穿越很长的河流 只有牺牲鞋子才方便逃生 近期沼泽里闹洪灾 水流变得十分湍急 贸然游泳过河 很有可能八人一坐吃大喜 机智地贝也找了一根腐烂的木头 骑在上面不慌不忙过起了河 每走多远眼前出现了一道铺 目测高度有四十丈 绕道走可不是贝也的作风 捡了一根又粗又细的藤条 手工被将其绑在了树枝上 不出意外的意外 这条细藤条肯定吃不消 刚到了半腰中扑通一声 贝也落入了水中 摄影师只能紧随其后 这种情况换成任何人都会生气 但贝也并没有 拍了拍屁股继续上了路 在野外栽跟头乃家常便饭 只要人还见在啥都好说 在闷热的雨林跋涉了几小时 嗓门早就干得起了烟 在竹子上刨了小洞 贝也迫不及待畅饮一番 这口感不比农户山全差 眼看太阳公公就要落山 与邻里遍地都是爬行动物 可不能天为地被为床困到 定睛一瞧 眼前就有个天然的腾空小床 但是需要再盖个屋顶 收集芭蕉叶时 贝也好奇地品尝起了芭蕉 好家伙 这口感和广东的差别太大了 还是老老实实盖窝棚蒜球 为了晚上打板子不挨动 拜火被火速生了一堆火 在树叉上过夜就是好 碰上狮子老虎照样可以做美梦 第二天贝也鸡肠鹿鹿睁开了眼 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弄点蛋白质肯定不行 别人钓鱼有钩有线还有幼儿 而贝也却用裤子钓起了鱼 只见他往里面撒了一点沙子 不出意外的意外 一定会有鱼儿来咬钩 可天空不作美 这雨下的真不是时候 将太公曾云过 下雨天鱼儿会没食欲 贝也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 心不甘情不愿将裤子穿上了身 体内没有补到卡哇伊 但还得继续赶路 刚刚还为蛋白质发愁 不料一条两只眼的矛头送上了门 降服辣条可是贝也拿手活 三加五除二的功夫 矛头就见了梦婆 高端的食材可不能乱加工 只有吃刺身最低的 鸡肉味感崩碎 蛋白质是硅肉的食肺 狠狠地饱餐了一顿 贝也浑身充满了能量 刚爬到山谷 他就忍不住发出了音音音 这阳光真是久违了 借助太阳确认了一下方向 贝也赶到了另一座峡谷 坏消息是植被长得太冒名 完全阻挡住了视线 处处充满了危机 贝也刚迈开脚丫子 不料踩了空 好在他家祖坟冒了青烟 及时抓住了一根树枝 倘若真的摔下去 小命就得交代着 节目组也跟着倒霉 村里人也要破费吃喜 深吸了两口气缓解了一下 谷底下好像有人类的踪迹 这个时候要么绕道 要么就是冒险下去 贝也还是秉承着 不绕道的原则 决定冒险试一试 这回他可不敢再答应了 顺着藤蔓小心翼翼的诺动 全程几乎没有落脚点 贝也凭借着手臂力量做支撑 曾经在部队好歹也是个上位 多多少少有两把刷子 一路提着心吊着胆 总算平安无事落了地 休整了十几分钟 贝也度过小夕 成功抵达到了文明社会 你们说用裤子 真的能吊到龙吗 这个问题我是百思不得气解 都说贝也能生吃万物百毒不清 但这回他却翻了车 只吃了一小口羊球刺身 当场就有了剧烈反应 本期他来到了撒哈拉沙漠 没有食物也没有补给 全身家当只有一名御用摄影师 贝也将演示如何从这里重返文明社会 刚落地 他就表演了个被试驴打鼓 虽然嘴里吃了不少沙子 但这种下山法能节约很多体力 在沙漠生存最头疼的就是淡水不及 刚走了十里地 贝也体内就有了脱水的反应 情急之下他打起了甲壳虫的主意 味道倒是顶呱呱 就是水分稍微少了点 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 地表的温度飙到了五十度 这种情况很不妙 体内一旦补充不足水分 结局只有一种可能 八人一桌吃大喜 贝也年纪轻轻前途无量 他可不想把小命交代着 眼下能就自己的也只有波波人 从交流中得知 这位老大爷就是部落里的糖霸子 花了不到十美刀 贝也获得了一碗生命的圆卷 价格虽比娃哈哈贵那么一丢丢 但口感远远超出了想象 波波人经常遭到脚葵的袭击 前不久有位三十岁的小孩 放骆驼时被咬了一口 结果当场结了汁 贝也得知此时心里很恼火 身为打野界的天花板 这事可不能袖手旁观 况且老大爷对他也有救命之恩 脚葵善于伪装躲沙子 但最终还是没逃得过贝也的火眼金金 成为了舌尖上的美味 碳烤辣条是野外的一道美食 肌肉味嘎崩萃 老大爷不敢吃蛇 生怕日后遭到报复 贝也管他二七一十八 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解决了波波人的心病 大爷决定载头羊款待贝也 羊球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部落人自己一般舍不得吃 专门用来招待贵客 羊球贝也倒是吃得不少 但生吃还是头一次 为了尊重部落的传统文化 不吃下去有点不礼貌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没想到十几秒后 贝也居然有了呕吐的反应 夜幕降临全村人围着火堆 烹饪了一道全羊宴 为的就是感谢贝也这个大恩人 隔日吃完早餐 老大爷送了他一个羊皮水袋 接下来的路程将异常的难走 这是一头重达五百斤的老骆驼 波波人不喜欢吃驼肉 于是将这头老家伙送给了贝也 头一次处理这种庞然大物 下手一定要温柔以待 总听美式博主说驼尾有好吃 贝也内心充满了好奇 割了一块塞进了嘴里 下一秒他就喷了出来 这味道可不是一般的上头 持续在高温下暴晒了几小时 贝也的嗓门干的直冒烟 骆驼的流味号称蓄水库 很久以前有个游牧人 困在沙漠里一个月 就是依靠骆驼流味里的积水 最终才保住了小腻 补充了二两水分 贝也浑身充满活力 当然了驼味里也含有少量的水分 炸了一丢丢品尝了一口 味道内叫一个上头 和马桶水不差上下 以防夜间打板子着凉 迫不得已贝也割下了落皮 沙漠里隔三差五会发生风暴 没有坐像样的庇护所 过夜恐怕很难熬到天亮 机智的贝也住进了骆驼体内 长短大小呱呱老叫 为了不被豺狼偷袭 贝也在附近撒了一层带温度的冰红茶 这一招不管身处何方 都能预防劣势动物的袭击 眼看太阳马上落山 拜火被快速生了一堆火 辛辛苦苦忙活一天 晚餐当然要犒劳一下自己 割了一块上等的里脊肉 将其放在石板上烤个十分钟 可能是骆驼上了碎手 肉质比公鸡还要柴 夜幕降临贝也怎么都无法入睡 思念起了远方的得奶奶 这次挑战炙热的撒哈拉沙漠 他并没有太大的生存 可怕的是到了凌晨骤降了几十度 冻得贝也浑身骑满的鸡皮疙瘩 好在他体格健壮 这才有惊无险熬到了天亮 回想起夜间的寒冷 贝也浑身毛骨悚然 趁着这回太阳不毒 他还得继续赶路 这片土壤发白的区域便是掩田 路过了此地 定睛一条轮胎应有了时间 不用多说肯定是比赛留下的 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 接下的路程变得越来越艰难 想要从撒哈拉沙漠走出去并不容易 贝也每向前走一里地 体内都会燃烧很多卡路里 困在这里不仅要面对毒辣的太阳 还要预防无情的热买 远方看似还是尘楼的场景 其实就是热买所形成的 太阳反射到地面 形成了一道道白色的光环 遇到这种情况 很多人会迷失方向 好在贝也有着多年的打野经验 在太阳下暴晒了几小时 眼睛很不得进阵阵脚痛 当下也没啥好招 只能用衬衫做个遮阳镜 一旦不采取保护措施 几个小时下去 很有可能会失眠 又走了几里地 贝也的嗓门杆的直冒烟 眼看水壶里只剩了一丢丢水 可不能全部畅饮了 有了水分的补给 一路贝也像是开了挂 很快就来到了山脚下 面对眼前吸烂碎的石头 网上攀爬可不能大意 扭伤了脚丫子倒是小事 万一栽个大跟头吃喜可不划算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这话说的似乎有三分道理 贝也不仅上山胆颤心惊 下山也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虽然自己平常喜欢爬山 但像今天这种地形 打死他也不敢再尝试了 穿越山脉消耗了不少体力 现在急需要找到水源 天无绝人之路 在嘎拉的某个角落 发现了岩壁在流水 贝也连忙将身体靠在上面 这感觉比钻冰箱里多两款 补充完水分 还有了意外的收获 这是撒哈拉特产的田机 鉴定完毕后 贝也急叉叉享用了一顿刺身 有了水分和蛋白质的加持 整个人气质高昂了数百倍 攀爬几十米的悬崖 一点也不费用 站在制高点考察了一圈 贝也发现了人类的踪迹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地上出现了车轮椅 跋涉了不到十分钟 几乎人家呈现在了眼前 此次撒哈拉之旅也到此结束 都说海岛求生很艰难 而贝也却像是来度假 肥美多汁的烤猪排 三斤八两五的小奥龙 营养丰盛盛的摇鱼大餐 外加一张朴实无华的腾空想吊床 这回摄影师也跟后面沾了大光 本期贝也来到了拉布拉丁群岛 抵达到5000英尺的高空 老规矩先交代一下后事 随后准备自由落地 岛上的大树太过于茂木 落上面很有可能铺建 为了保险起见 贝也只能选择落入大海 以防鲨鱼主动送上岛 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上岸 谁底下隐藏了很多珊瑚 没有鞋子的保护 贝也每走一步都不敢大意 刚出交他就发出了阴阴阴 这小岛真特慢穷 连颗椰树都没有 来都来了回去 别人肯定会笑 走了三里地 一到十墙挡住了去 面对亮增增的岩壁 贝不绕并没有选择绕了 而是打算借助藤蔓冒险爬上去 挑了一根又稀又粗的老家伙 贝也又干起了体力活 单靠手臂攀爬是很吃力的 眼看就要抵达到山顶 可他一类的上气不接下气 就在此时藤条缠住了裤裆 动弹不得的贝也陷入了两难 使出浑身吃奶的力气 最终才逃过了一劫 攀爬岩壁没少消耗卡布里 找不像样的食物补回来 只能先缩点野路水冲冲击 找了个视野开阔的制高点 贝也仔细勘察了一番 除了一片绿油油的植被 并没有发现蛋白质的迹象 重新返回到沙滩 破烂被开始四处搜罗装备 在野外很多废物都是大宝贝 像这个不起眼的贝壳 洗刷一下就可以用来炖菜 而这艘废船也是很好的生活材料 还有不到五小时太阳就会下来 晚上的住所还没有安排 这两颗歪脖子老树倒是挺不错的 在中间铺上一层旧毛主 省时又省力 用藤条将末端一砸 一张朴实无华的小吊床就诞生了 至于晚餐当然是就地取材 这是贝爷花重金偷学来的捕鱼技术 先在潜水区搭建一个三角形的风火台 等到太阳公公一回家 将小火一升就能吸引很多海鱼 收集了一根上等的树枝 手工被快马甲鞭打造了一把鱼叉 不出意外的意外 待会肯定会有收获 点燃风火后 贝爷开始寻找目标 酷吃一叉下去 结果连鱼毛都没有 叉子还出了纰漏 这可把他气炸 愤怒之下贝爷随便放了一叉 没想到虾猫碰死后 火针有条傻或中了头 吃鱯鱼一定要留意尾巴的刺 一旦被炸到皮肤 轻则抽搐重则吃喜 当然了他肯定扎不到机灵被 细火慢熏了十几分钟 品尝一口真不烂 肉质肥而不腻鲜嫩多汁 除了鱼肉全是刺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业务 贝爷打算到对面的岛屿找点淡水 在这个鬼地方生存 一天不喝水心如刀割 这回贝毕陈浩质量相当卡哇伊 没有滑奖照样可以乘风破浪 来到小岛上 贝爷发现了很多猪找医 仔细研究了一番 应该是刚留下的 面对蛋白质的诱惑 贝爷瞬间将找水抛在了脑门后 啥也不说啥也不闹 赶紧安排一处陷阱 抓野猪和抓杰瑞大不相同 布置陷阱也颇为讲究 首先用树枝将周围给毒死 只留下一道出口 然后安排一个套锁装置 一旦野猪受到惊吓 他必然会去触发陷阱 质量这一块贝爷可不敢大意 反复测试了十几遍 效果相当压麻袋 守株带株可不是贝爷的作风 只有主动出击 才会有意外的惊喜 果不其然 没走几步视野里出现了一道大黑影 贝爷给摄影师来了个手势 让他平住呼吸不能喘气 野猪根本没意识到危险 依旧在哼击哼击地啃草 可下一秒他却走进了圈套 这完全出乎了贝爷的意料 出于人道主意 手工被一刀结果了这条年轻生命 贝爷这回是彻底开了管 毫不费力就弄了头几十公斤的佩气 以防血腥味招来鲨鱼 此时必须要加足了马力 平安无事上岸后 贝大厨精心料理起了晚餐 取出上等的猪排 将其放在烤架上去 这么鲜嫩多汁的胶原蛋白 也不知道得也看到这一幕会做何干系 为了营养不被流失 这几片树皮至关重要 火候这一块贝爷是拿捏的死死 一口咬下去直接爆浆 这么过瘾的美食已无法用于原型 成功打了一宿的板 贝爷需要解决淡水补给问题 顿顿打肉体内的水分燃烧得很快 在屋檐下做了一排雨水收集器 期待能早点下场暴 当然了倘若不下雨的话 贝爷说不定就会被咳死 以防发生意外 他在制高点建了个风口台 这样有开船地路过此地 既能早点回去和德奶奶团聚 又不会困在岛上被咳死 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 也只有贝爷能想得出 完事后 手工贝又打造了一对潜水镜 他要去海里探索一下 昨天猪肉大餐虽美味 拿着前望静仔细观察了一番 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深吸了一大口气 贝爷拽着石头划身海王出了海 由于海水的温度低于零度 潜水两分钟后就要换回气 来来回回折腾了十几个回合 终于收获了一只澳洲小龙虾 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个暴脾气 都死到零头了 还在做无味的挣扎 贝爷是不可能放过的 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易的烹饪 任何调料一概不能放 这口感这味道除了鲜还是鲜 咬到嘴里全是肉 看贝爷吃得津津有味 摄影师不知道流了多少口水 狠狠地饱餐了一顿 还得找点淡水解解口 就在此时 耳边传来发动机的引擎声 没想到竟然是一艘船 贝爷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错过了这次机会 可能他就要被困惶了 节目组终于心疼了贝爷一回 安排他来到了新济内亚的海岛求生 在这里贝爷不仅实现了奥龙自由 磕上了新鲜的大椰子 还碰上了高蛋白的大白鲨 经过节目组的安排 直升机停留在3000尺的高空 贝爷依旧是祖传的招牌动作 以每小时70脉快速落了水 总听摄影师说鲨鱼肉好吃 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 贝爷做梦都想着抓一条塞塞牙缝 人一旦走运想啥他就来啥 这时真有条不怕死的鲨鱼游了过来 贝爷神不知鬼不觉向前靠近 打算表演个徒手抓鲨鱼 突然一个猛的加速 吓得鲨鱼不知所措 晃得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折腾了十几分钟 连鲨鱼毛都没摸到 这让贝爷有点恼火 来日方长 有机会再报仇血痕 站在制高点考察了一番 周围全是陡峭的悬崖 要想从这里走出去 必须要一做一做的翻 可天有不测风云 刚迈开脚丫子 贝爷就遇上了大麻烦 要说摄影师的眼泪尽是真强 见机不妙连忙出手相救 好家伙 刚刚遇难差点吃喜 贝爷好像毫无恐惧 这回又开启了跑酷模式 要知道在这个鬼地方掉下去 至少摔成肉夹馍 没走多远 一道断崖挡住了去路 绕道走可不是贝爷的作风 哐当一下就跳了下去 遇上这种环境摄影师 是哑巴吃泥巴 纵揽了一番岛上的地形 突然视野里出现了一条大白沙 这可把贝爷激动坏了 二话不说直接冲下山 鲨鱼知道来者不善是个坏子 有头就跑到了深水区 实在是逼得没招了 贝爷扛着棍子出了海 他打算来个守株带兔 见到鲨鱼直接一闷棍送他领盒饭 谁曾想这些鲨鱼比归海基岭 早就绕道躲得远远的 一点机会也不给贝爷 生气归生气 但生存还得继续 别人在荒岛都为食物发愁 而贝爷却有吃不完的海鲜大餐 营养丰盛的大白沙 鲜嫩多汁的奥龙大餐 还有十分罕见的海旁皮 为了给体内补充水分 贝爷冒着天大的风险 爬上了椰子树 倘若从这个高度摔下来 结局可不是吃席那么简单 摘了一颗绿油油的大椰子 贝爷从中间挖了个小洞 你还别说水分真多 和三十岁的小姑娘不插上下 解决了水源补给问题 当务之急还得安排一下 晚上的住宿 收集了一些野生的竹子 手工被幼虫操起了就业 三加五除二的工夫 一张豪华小吊床就诞生了 在沙滩上过夜 贝爷不需脱裤子放屁盖窝棚 以防夜间打板子闲凉 贝爷还需要做一堵挡风墙 将芭蕉叶从中间一分为二 轻轻往四周一访 无论刮几记台风都不碍事 开局已有了十几个小时 体内还没摄入到蛋白质 在沙滩上捡了一头死鱼 贝爷将鱼刺包了下来 找个竹子一固定 一把价格不菲的钓祖就诞生了 要想鲨鱼来咬钩 没有诱饵不可行 找了一只活蹦乱跳的沙丁 贝爷自己都没舍得下口 以小伯大单车便摩托 这个道理他也明白 将幼儿抛向深水区 被大师钓鱼院者上钩 夕阳西下吹着凉爽的海风 贝爷开启了闲枕卧室 他甚至想带着德奶奶在这度过余生 过了三七二十八分钟 鱼端上传来了大动静 好家伙 贝爷这回是发大财了 钓货了一只海旁皮 这种海鱼极其罕见 营养价值是鲨鱼的三倍 口袋里没有带辣根 贝爷并不打算吃此生 找了一些干火肉 拜火被快速生了一坨火 细火慢烤了十几分钟 烤鱼已散发出了香味 品尝一口 香甜可口软糯鲜嫩 卡拉一是牛肉的三倍 口感倒是顶呱呱 就是肉有点少 躺在吊床上贝爷怎么都无法入睡 满脑子就想着吃鲨鱼 你肯定不敢相信 只要往海里撒点带温度的冰红茶 马上就会有作死的鲨鱼游过来 贝爷这一招果真是妙 实在是太昂狗锐了 猛的一下他直接扑了过去 鲨鱼哪受过这种惊吓 吓得撒开尾巴就开溜 鲨鱼猖狂逃跑让贝爷很生气 上岸后他开始打造工具 势必要抓一条回来 否则会被挨饿得嘲笑 在沙滩上收集了一些上等的材料 手工被打造了一把放天化剂 以防鲨鱼中途逃跑 贝爷特意装了个稻钩 鲨鱼做梦也想不到 这回竟碰上了个狠狠 排掉体内多余的叙叙 贝爷带着装备出了海 即便冰冷的海水冻的稿 直哆嗦 但他一点没有退缩 只要能吃上大餐 这点小风小浪算个球 不一会的功夫 一头傲龙映入了眼帘 酷吃一根穿云插下去 晚餐瞬间到了手 可怜的傲龙眼睁睁成了剃罪影 抓不到大鲨鱼 贝爷只能委屈吃点龙虾肉 简单的食材 不需要高端的烹饪 直接扔火堆里就可以 十几分钟后 香味已扑鼻而入 味道果真鲜美地道 除了虾壳全是肉 吃饱喝足后 贝爷来到了竹林 他要祸害一些竹子 打造一艘被毙称号 可竹子的韧性比骡子还绝 任凭贝爷怎么使劲 死活就是扯不下来 在摄影师的帮助下 他才收集了一些竹子 还是老规矩 用刀子在上面开个口子 然后用棍子连接起来 为了节约时间和体力 还得在筏子上装个帆布 首先将竹子穿过鱼网 做成一个三角形框架 完事后将棕櫚叶砍断 编制在鱼网上 这可是像技术活 足足花了贝爷十几分钟 做好了一切准备 贝毙陈昊正式起了号 姿势和动作一定要帅 筏子才能运速前进 极力低下去 突然一阵狂妄迎面而来 贝毙陈昊成功解体 这一切都在贝爷的预料之中 当下也没啥好招 只能游水前进 冒着稿子被动揪掉的风险 总算成功上岸 出乎意料的是 前方是一个机场 趁着摄影师在原地发呆 贝爷火速冲向了飞机 这条小鳄鱼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近光明正大截糊了贝爷的蛋白质 这么嚣张跋涉的气势 换成德爷也忍不了 此仇不报非君子也 没过多久 心慈手软的贝爷 卸下了鳄鱼的天灵感 本期他将挑战地点选择 在了澳大利亚北郊 这片史前之地光是人恶 就有成万上千天 块头大的重达数千斤 据说至今还从未有人敢来探索 面对如此刺激的富人 贝爷的内心只有一个字激动 飞机还没停稳 他就从万米高空跳了踩 摄影师紧随其后 落地后 贝爷忍不住发出了音音音 这个鬼地方真的是热得要老命 气温不比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低 将鲜亮的降落伞扑地上 仿若中途遇到不测 方便节目组搜救 不得不说贝爷做事考虑珍州岛 随着气温的缓缓升起 当下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淡水 口袋里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针 机智贝又想到了祖传的妙招 只见他在地上立了根棍子 观察了两小时道理 很快就有了方向感 孔子云的果真没错 只要物理学得好 在野外指定不会迷失方向 数小时后 视野里出现了一坨木炭 这可不是德耶鲁串流下 而是雷击引发的火灾 就木炭对于破烂贝 比黄金还宝贵 收集一点放口袋背影 为了方向上不出岔子 贝爷选择了直线前景 即便脚下是悬崖峭壁 但他依旧秉持着不绕道的原则 贝爷这娴熟又老练的身份 估计小时候没少爬烟头 抵达到谷底 欧皇贝发现了一坛死水 直接饮用肯定会窜息闹肚子 这个时候木炭就起到了大作 将其凝成粗粗的细渣子 放衣服可以过滤掉杂质 虽然喝到嘴里还有特殊的味道 但总比可死要强 有了水分的补给 贝爷浑身充满了活力 刚准备下山弄点蛋白质 忽然岩壁上蹦出了个大石头 好在他反应麻溜逃过了一劫 要不然摄影师就失业了 继续走这条道很不可学 要道被老老实实选择了原路防御 附近石壁上出现了很多动物的图案 这深深勾起了贝爷的好奇 仔细欣赏了30秒 肚子总在咕嘟咕嘟叫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出门弄点食物主义 贝爷在水里被不明生物撞击了一下 然而下一秒 凶手就落入了他的魔掌 随后便是祖传的掐头去吻 毛毛鱼做梦也想不明白 自己会死得这么悲惨 直接想用刺身狠不科学 贝爷觉得还是加工一小为妙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拜火被幼虫操起了就业 在野外钻木驱火可是个技术火 一定要有耐力和信心 哼鸡哼鸡挪擦了半小时 火星死活就是不出来 无奈之下贝爷加快了手速 至于毛毛鱼还是采用传统的碰鱼 安排完晚餐 接下来还得盖个像样的小窝袍 这个鬼地方的天气很鬼 日夜温差有四五十度 收集了一些不花钱的画术品 手工被精心搭建起了庇护所 当然了幸福的小床也要安排上 只有身体与地面隔离 寒气才不会伤到稿子 长短大小贝爷是拿捏的死死 躺在上面只有一个字舒服 此时毛毛鱼已散发出一股独特的香味 看着满当当的胶原蛋白 贝爷迫不及待咬了一大口 火候恰到好处里胶外嫩 除了刺有点多 其他一点毛病也没了 有了蛋白质的补给 这一宿注定能睡个好觉 人一旦走了运顿顿门开昏 隔日赶路时 一只黑生物主动送上了门 分分钟的功夫 黑家伙就脚械丧了命 奥马埃嘎的 还是那个熟悉的肌肉纹 好家伙 贝爷真是个讲究人 刚补充完蛋白质就溅起了身 也难怪毕竟自己上了碎手 身体不见撞过不了的奶奶那一关 站在至高点仔细勘察了一番 前方是一道澳口 从那穿过去可以到达红范平原 而平原附近会有很多河道 沿着河道就可以重返文明社会 确认完方向 贝爷如有神主 几小时候 事业里出现了一道大黑夜 贝爷急忙给了摄影师一个审视 让他屏住呼吸不能出声 先观察一下行情再见机行事 这条鳄鱼正在一本正经的睡午觉 但贝爷死活就是不敢下手 他可是吃人不眨眼的咸水恶 瞅瞅他这50公分的大嘴巴和獠牙 估计自己和摄影师都不够他赛牙缝 无意间鳄鱼打了个喷嚏 吓得贝爷撒开脚丫子就开溜 玩归玩闹归闹 小命丢了可不好搞 进入了咸水恶的地盘 贝爷每走一步都不敢大意 旁边的水潭一直在不停地冒跑 不用多说肯定有妖孽在此守株带涂 火不其然石头刚落入水里 瞬间水花贼飞四起 迪亚我明倘若走水路的话 结果肯定会吃喜 天无绝人之路 附近刚好有座天然的桥梁 坏消息下面又有鳄鱼 这些家伙时刻等着贝爷打滑落水 不出意外的意外 贝爷还真打滑 很可惜鳄鱼没能如愿以偿 跋涉了几里地 一道湍急的大河横在了眼前 绕道走耗石又耗力 贝爷打算做个法子过河 将藤条和木头捆在一起 再在上面铺上一层树皮 这样既能躲避咸水恶的偷袭 又能舒适安逸地坐着划船 这回贝币陈浩造的是两全其美 此次航线路途遥远 得吃饱喝足了才能起航 兜兜树的叶子带有很多道次 是纯天然无公害的鱼钩 用降落伞的绳子将其拴住 一把趁手的线子就带上了 来到深水区 贝爷开启了垂吊模式 不一会的功夫 就有一条不怕死的鱼咬钩 千算万算没想到半道冒出了成咬金 一条成年咸水恶结了湖 来来回回拽了十几下 鳄鱼死活就是不松口 贝爷急得像热锅的蚂蚁 在野外混了数十年 他还是头一次成为受害者 遇上这种庞然大物 贝爷也是无能为力 就算摄影师加上自己 再加上隔壁的德子 也不是这个大家伙的对手 还是老老实实地走人算球 数小时后 贝币陈浩总算靠岸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辛跋涉 贝爷进入了红树林地面 这说明离海岸线不远了 遍地的淤泥让他举步为艰 但这还不算什么 可恶的是这里的公蚊子 犹如战斗机 咬到某个部位就往死里吸血 费了九毛二虎之力 总逃出了这个是非之地 贝爷一路狂奔岸边 很快地面上出现了人类的脚印 此次澳洲之旅到此结束 盖了冒了我的老杯柄 在冰天雪地里 嘎嘎被净涮起了羊肉火锅 还是不放任何底料的那种 吃饱喝足后 再泡个两毛五的温泉浴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本期他来到了冰岛 之所以来冰岛是因为 附近有火山和冰川 平常在家的奶奶看得紧 根本没机会体验冰火两重天 这回总算可以放飞自我了 地表的气温接近零下十八度 刚落地贝爷并不是很适应 借助手表辨别了一下方向 他得赶紧找个暖和的地方发育 在这个鬼地方生存 半个中部活动 稿子很有可能冻僵了 刚跋涉了七十九步 一阵妖风凝溜而来 贝爷可不想成为光头德 连忙带上了小蓝帽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没过多久暴风就回了家 放眼看下去周围一片光秃秃 在哪里过夜成了最头疼的问题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是发现了个小洞洞 这可不是人工挖掘的 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仔细打量了一番 贝爷快速起身离开了 洞洞太大并非是件好事 万一发生雪崩 自己吃喜也就算了 摄影师这孩子还年轻 搭上小命有点可惜 眼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可恶的暴风再次来袭 就在此时稿子有了抽搐的反应 迫不得已贝爷停下了脚步 花了不到两小时 他快速打了个雪洞 可坐里面还是冷 没有办法只能继续打洞 让寒气排到地下 本以为做好防护措施 夜间可以安心地打板子 可凌晨气温又骤降了好几度 手丫子和脚丫子瞬间失去了知觉 吸取了夜间挨洞的教训 起床后贝爷决定往谷底走 困在山上迟早会出事 雪地里到处隐藏着危机 比如前面这个裂缝 它可是致命的陷阱 里面的冰层很薄 一旦掉下去就完犊子了 开局已有了两天 肚子里还没有摄入油水 照这样发展下去 恐怕不是个好兆头 这是一头刚隔屁的老绵羊 冰倒人没有吃羊肉的习惯 通常养死了就会丢弃 这对于贝爷来说可是难得的美食 他急忙割下了一块大腿肉 皮囊的脂肪可是个大宝贝 取下来可以做应急燃料 羊球羊蛋羊眼被称为玉寒三箭头 贝爷可不想把稿子冻伤了 当然要搞点补一本 想用羊肉刺身不易消化 还是加工一下为妙 周围的火山温泉数不胜数 贝爷打算涮个免费的火锅 破费了一根鞋的代价 贝是小火锅正式上了线 涮羊球就像涮毛肚一样 时间不宜过长 否则口感会不佳 可刚嚼了两口 贝爷就发出了阴阴阴 味道和想象中差了十万八千 即便难以下咽 他还是硬着头皮吞进了肚子 此时锅里的羊肉 已散发出了香味 还是涮羊肉好吃 肉质肥而不腻有嚼劲 蛋白质是猪肉的十倍 狠狠地饱餐了一顿 贝爷继续上了路 走了十几里地 一条小溪挡了道 背不绕就是背不绕 呼通一声就下了水 上岸后只有一个字凉快 为了不让稿子失去核心温度 当下必须要快速运动起来 可这一招对肌肉并不管用 实在是扛不住了 究竟找了个温泉池 贝爷躺了下去 刚刚他冒险跳进小溪 很有可能患上低温症 要不是附近有温泉 吃席是迟早的事 吹干了衣服 贝爷还得继续赶路 冰岛有很多天然的温泉池 但在附近行走一定要留意 周围的泥土松软稀碎 倘若不小心掉池子里 浑身肯定会烫成火锅 通常在温泉附近 会生长着一种稀有的植被 据本草纲木记载 汛台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只要吃那么一丢丢 防御值会增加三倍 走到冰川交界处 可恶的狂风如气而来 气温随之下降了数十度 好在贝爷刚才虫草吃得多 但此地不宜长时间逗留 脱掉了厚厚的外套 贝爷冒险汤过了小溪 坐了十几个俯卧撑热了个身 体内才稍微恢复了一点体温 刚从风暴圈里走出来 眼前的景象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可不是一坨普通的鸟毛 而是鸟中之王雷鸟留下的 贝爷推测他们肯定经常来这里活动 果不其然 在灌木中发现了雷鸟斗牛的痕迹 老规矩取下万能的鞋带 制作一个套索碰碰运气 质量这一块陷阱贝可不敢答应 反复测试了好几遍 他才放心起了身 眼看太阳公共马上下班 晚上的住所还没安排 收集了一些苔藓做床垫 手工被幼虫操起了就业 直接睡地面前撑人 利用石头码个墩子 铺上一层薄薄的树枝做支撑 一张朴实无华的腾空吊床就诞生了 昨晚没有生火吃了血亏 附近刚好有很多百花树 这可是纯天然蜈蚣害的好燃料 有了一坨熊熊烈火 贝爷急忙给稿子输送了一波热量 这玩意千万不能出纰漏 成功打了一宿板子 体内燃烧了很多卡路里 五不回来根本无法赶路 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 陷阱里居然有了货 平生第一次抓到雷鸟 贝爷的内心激动不已 细火慢熏了三分钟 晚餐总算是有了着陆 你还别说味道真鲜美 就是肉稍微有点柴 卡路里也是相当卡哇伊 蛋白质至少是牛肉的十倍 有了能量的补给 一口气贝爷跋涉了三十里 火山爆发时 使地面多了很多溶洞 但现在很多洞口已被苔显覆盖 在这里行走不可大意 一旦栽个跟头 下半辈子只能坐轮椅 传说火山附近有精灵和巨人村长 他们喜欢住在洞穴里 贝爷可不信这些鬼话 找了一个比较大的溶洞 他打算进去一探究竟 他在洞口瞅了三大拳 里面貌似没有光源 从短袖上割了一块料子 手工被快速打造了一只火把 静动探索了大半天 精灵和巨人啥也没有 不过岩壁上的野拳水倒是挺多的 空手而归可不是贝爷的作风 狠狠地混了个水宝 他才起身离开了溶洞 就在这时外面又刮起了狂风 这回风速非同小可 吹得浑身直发麻 贝爷硬是在挑战大自然的威力 没走几步刮的东倒西歪 实在是扛不住 只能趴在地上暂避锋芒 等了九九七十一分钟 风速终于降了下来 沿着洼地一路向前 视野里出现了一座信号塔 随着文明建筑物的出现 贝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我严重怀疑这期的贝爷是来度假的 不仅有吃不完的烟熏大猪体 纯手工打造的滑翔车 还烤上了香喷喷的元宝头 事后再现榨一点神秘水 生活品质那叫一个美滋滋 这次贝爷来到了赫赫有名的亚利桑那中 下方是米国鬼子的战斗机仓库 金属腐蚀严重污染了周围的环境 抵达到目的地上后 贝爷交代了一下后事 随后穿上了蜘蛛侠的外套一跃下 刚落地他就感受到了沙漠的热气 气温不比哈尔滨低 照这个行情发展下去 用不了三小时皮肤就会晒黑了 在这个鬼地方生存 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生命的源泉 这里的沙漠和其他沙漠大目相同 放眼看下去全是植被 不过这并非是件好事 此时的贝爷热得像针波的蚂蚁 体内即需要补充水分 费了九毛二虎之力 总算找到了一处枯河床 咖啡色的泥巴告诉贝爷 底下一定会水源 选了一块风水宝地 淘土被又干起了老本行 越往下挖越湿润 比三十岁的小姑娘还水泥 接下来就是榨汁缓解 贝爷熟练地脱下的带味道的袜子 把湿泥巴装进袜子的末端 用盘稿子的双手往撕里凝 三秒后 现榨的泥土至喷涌而出 贝爷连忙张开了千盆大足 友情提示香港脚的宝宝 千万不能像贝爷这样玩 否则你会一个礼拜没胃口 有了水分的补给 贝爷像是开了挂 不一会的功夫 就穿过了植被来到了开阔地 突然视野里闪了一道刺眼的白光 定睛一瞧原来是马行的残骸 这对于破烂贝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倘若打包回去卖给破烂得 腰包里定能转的盆满锅满 做了一番白日梦 手工贝爷虫操起了旧印 不起眼的轮子在他的妙手之下 瞬间变成了滑翔车 不知道鲁班看到这一幕会做何感想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赶紧试驾一下性能如何 这是贝爷纯手工打造的滑翔车 百公里油耗几乎为零 动力比乌龟至少快十倍 有条件的可以考虑入手一辆 驾驶着小车贝爷一路乘风突飞猛进 对自己的技术赞不绝口 中途向摄影师炫耀了有十八次 突然一个不留神轮子卡了壳 防不胜防的贝爷吃了一嘴的沙头 当场就发出了阴阴阴的惨叫 不过这一跤摔得挺直的 撞上了一只可怜的小鞋子 心慈手软的贝爷切断了他的尾巴 下一秒就温柔地塞进了嘴里 口感倒是相当卡哇伊 就是肉有点少 勉强塞了个牙缝 还得继续寻找水源 没有食物可以活三天 但一天不补充三生水 后果比吃息还可怕 天无绝人之路 在峡谷里欧皇被发现了个死水潭 啥也不说啥也不闹 先泡个凉水澡物里降个温 众所周知死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 里面含有大量的细菌和寄生虫 上次在巴拿马贝爷冒险尝试了一次 中途祸害了有百十根小树枝 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个过滤器 在细管里放上一团椰草和木炭 无论畅饮多少都不会窜息 吻吸了几大口 浑身的细胞瞬间充满了活力 以防中途被渴死 还得将水壶装满了再出发 离开沙漠后 贝爷进入了一片小树林 这里植被茂盛棚壁生辉 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补充到蛋白质 由于日夜温差高达五十度 不生火睡觉是很难熬到天亮的 收集了一些不干不湿的火 拜火被掏出了金属管 将细管塞进粗管里 通过空气压缩的原理 很快就会产生火星 只见贝爷用石头轻轻地敲击了一下 下一秒火熔就燃了起来 这么觉得圣祸法 估计隔壁的得子这辈子都学不会 有了一坨熊熊大火 不找点食物怪可惜的 根据贝爷多年的打野经验判断 这一代应该有熊大和熊二巨主 他们通常会把吃不掉的食物撕藏起来 生怕光头强来打劫 贝爷是吃了熊心豹子的 静光明正大打劫了棕熊的战利品 要知道他可是这一代的扛把子 小泉只要一挥 泰森看了都瑟瑟发抖 返回的途中 贝爷发现了一坨熊粉 这个不是个好消息 趁着棕熊没有反应过来 他得赶紧销毁脏物 时间紧愿无重 都没来得及给二世兄里的发 贝爷直接将其丢在了火堆 勉强烤了个三分手 品尝一口水淋淋的 里焦外嫩肉质一点也不柴 好家伙 古人李白云的一点没错 做贼的人没一个不兴趣的 吃饱喝足后 贝爷并不打算睡地上 万一棕熊脱家带口来复仇 得奶奶的余生救完犊子 收集了一些干草铺 在降落伞里 手工贝在悬崖上 打造了一张小吊床 倘若掉下去还能留个全室 节目组也有工商补贴 总而言之这样做 比棕熊活生生盘死划算 有惊无险熬过了一宿 昏头昏脑的贝爷继续上了路 茂密的灌木中长满了刺骨 没走几步小腿掠了有几十道口 机智被急忙采取了保护措施 站在制高点 贝爷掏出了照妖镜 据说只要对着天空摇晃 一旦开飞机的收到信号 就能成功获救 站在烈日下晒了三小时 愣是没瞅到一架飞机 无奈之下贝爷选择了放弃 走着走着一道断崖横在了眼前 想要被不绕掉头绕道走 除非攻击会下蛋 就近找了一个山洞 贝爷打算从这穿到对面 仔细测量了一下距离 手工贝又重操起了旧叶 利用红柳树枝做了一把上等的弓箭 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绳子投到对面 经过十几次的失败 石头总算成功入了洞 随后钻洞被从洞里钻到了洞外 绳子又粗又细不算太稳定 一路攀爬时贝爷的表情像是变了命 时不时还发出音音音的惨叫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平安无视落了地 随着夜幕降临 视野里出现了文明社会的灯笼 此次挑战到此结束 博博人为了感激贝爷 特意宰杀了一头公山羊 秉持着吃啥补啥的原则 通常他们会用羊球球招待贵客 他们好吃 唯一的是没过多久 未步还有了剧烈反应 本期被大胆将挑战地点选择在了撒哈拉 要知道这可是全球最大的沙漠 通常没有断位的时不敢来这打野 作为荒野界的标杆 贝毕陈浩的独家创始 贝爷将向我们展示如何穿越这片蓝荒之地 刚落地 他就秀了一波被试驴打鼓 这一招鼓真是妙 节约了不少时间和体力 但就是沙子吃的有点多 和摄影师倒了个鬼 贝爷继续上了路 没走多远 视野里出现了一只甲鹅虫 对于主动送上门的蛋白质 温柔被是不可能拒绝的 嚼到嘴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一口爆浆嘎风脆 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 地表的气温飙到了四十多度 此时的贝爷十分口渴万分难耐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一旦体内拖了水 结局不堪设想 思来想去 贝爷决定放下面子 寻求勃勃人的帮助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部落 他们的祖先已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了几千年 老大爷是部落里的一把手 他非常热情也非常好客 刚见面就邀请贝爷品尝了一碗农户山卷 聊天中得知 附近有一种脚魁为非坐在 就在前不久有位三十岁的小孩 放骆驼时被咬了一口 结果当场结了枝 贝爷得知此事瞬间火冒三丈 脚魁善于伪装捕沙子 但他不知道擒拿背的厉害 一波惊人的操作 脚魁变成了香喷喷的烤辣条 品尝这种上等的美食 贝爷可不敢忙吞胡言 只有细嚼慢品才有味 老大爷看他啃得满嘴游泳 愣是一口没敢品尝 生怕日后会遭到报复 解决了伯伯人的心病 晚餐老大爷特意安排了一顿全洋宴 还邀请了部落里所有的骨干陪同贝爷 吃着羊肉大餐 欣赏着部落的文化 这小日子真是悠哉悠哉 隔日和伯伯人一一不舍告别后 贝爷继续踏上了旅程 为了给体内补充水分 贝爷解剖了一头巨型骆驼 骆驼的流胃里含有大量的积水 鉴定了两大口 口感是一言难尽 和马桶水不差上下 众所周知骆驼浑身上下都是薄 破烂被壳舍不得浪费 割下来的驼皮稍微处理一下 晚上睡觉的毛毯就不用愁了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 有位游牧民在沙漠遭遇了沙尘暴 最后躲在骆驼的体内逃过了一劫 贝爷刚好晚上没地方睡觉 清理完里面的内脏 他连忙钻进去体验了一半 空间各方面相当卡哇伊 抛出小蚯蚓 贝爷在周围撒了几十滴冰红茶 一旦掠食动物嗅到雄性激素 他们就不敢靠近 忙完了一切 拜火被快速生了一堆火 在沙漠过夜没有火源的话 不仅会孤单寂寞而且会挨动 至于晚餐就委屈一下自己 割块肥瘦相间的鲤鸡肉 放在石板上细火慢炖 几小时后 一道纯野生的石板烧烤就做好了 可能是骆驼上了碎数 肉质比公鸡肉柴十倍 根本就要不动 夜幕降临贝爷怎么都无法入睡 思念起了远方的得奶奶 这次挑战炙热的撒哈拉沙漠 他并没有太大的胜算 到了凌晨气温骤降了几十度 冻得贝爷浑身直抽搐 这种环境换成一般人 是很难熬到天亮 但贝爷毕竟在特种部队混 体格还是挺抗动的 起床后早晨都没来得及吃 他便快速起了身 这个时候赶路太阳不如 根本不用担心会中暑 没走多远 地上出现了一排轮胎硬 能在这个地方看到人类文明 属实不在预料之中 贝爷内心激动不已 不过从轮胎硬的橙色看 已经有了很长时间 真是白高兴了一场 想要从这里走出去 看来还得靠自己的努力 很快贝爷来到了一片岩铁 毒辣的太阳烤得他熬角 以防眼睛晒下了 包贝儿忍痛割爱卸下了衬衫 你还别说这造型还真有点酷 蜘蛛侠看了都直呼内行 想要从炙热的撒哈拉走出去 对体力和耐力将是一场严酷的考验 远方看似还是沉楼的场景 其实就是热买所形成的 太阳反射到地面 形成了一道道白色的光环 遇到这种情况 很多人会迷失方向 好在贝爷有着多年的打野经验 在高温下跋涉了数小时 体内有了脱水反应 眼看水壶快要见底 贝爷只敢品尝了十几滴 三天不进食没有关系 一天不喝水可不醒 看到前方的阿拉斯山脉 贝爷打算去碰碰运气 面对眼前稀烂碎的石头 网上攀爬可不能大意 扭伤了脚丫子倒是小事 万一栽个大跟头吃喜可不划算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这话说的似乎有三分道理 贝爷不仅上山胆颤心惊 下山也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虽然自己平常喜欢爬山 但像今天这种地形 打死他也不敢再尝试了 穿越山脉消耗了不少体力 现在急需要找到水源 天无绝人之路 在嘎拉的某个角落 发现了岩壁在流水 贝爷连忙将身体靠在上面 这感觉比钻冰箱里多两块 补充完水分 还有了意外的收获 这是撒哈拉特产的田机 鉴定完毕后 贝爷急叉叉享用了一顿刺身 有了水分和蛋白质的加持 整个人的气质高昂了数百倍 攀爬几十米的悬崖 一点也不费力 站在制高点考察了一圈 贝爷发现了人类的踪迹 我不其然 没过多久地上出现了车轮椅 跋涉了不到十分钟 几乎人家呈现在了眼前 此次撒哈拉之旅也到此结束 贝爷这回是彻底飘了 竟独自开着双翼飞机 把摄影师拐到了七七瓦沙漠 完全将节目组抛在了脑门后 接下来他将向我们展示 如何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 刚跳伞贝爷就发出了阴阴阴的哀号 下方长满了带刺的仙人掌 一旦大意被刺果扎到岛 根本就别想着拔出来 真是怕啥他就来啥 成功被仙人掌上了一刻 贝爷快速起了身 好在穿的是双层纯棉裤头 否则结局还真不好说 众所周知沙漠的温度 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除了热还是热 体内补充不足水的 用不了一天就会原地去世 站在制高点仔细考察了一刻 远处有条很明显的大河 那里估计会有人类文明 确认完方向后贝爷如有神主 一路开启了跑酷模式 摄影师也不甘示弱紧随其后 跑酷其实是一门技术模式 并非单纯的耍帅 他需要掌握好平衡 保持好角速 突然贝爷一个急刹车 他发现了一个捕售陷阱 上面一圈石头就是提醒路人的 倘若视力不好踩上去的话 结局比这根树枝还要踩 趁着四周没人 破烂被急忙将麻绳顺到了背包 这可是难得一遇的宝贝 跋涉了几里地 一道悬崖横在了面前 一波巧妙的投石问目 贝不绕打算冒险穿过去 刚爬上绳索 贝爷就发出了阴阴阴的惨叫 这姿势对要害真不友好 就在他拼命挣扎时 啪的一声绳子断了 摄影师下的当场要了裤子 以为自己要下倒失业 不料下一秒贝爷却爬了上来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连续几小时没有补充水分 体内有了脱水反应 可周围的河床干得像土洞 任凭你怎么往下往 一滴水的迹象都没有 为了补充水分 贝爷摘了一颗野生的火龙果 口感倒是顶呱呱 就是没有三十岁的小姑娘水力 走着走着耳边传来的一阵巨响 定睛一瞧原来是条巨魁 送上门的蛋白质 贝爷可不想错误 左右打量了几分钟 赤手空拳有点难搞 用背包牢牢地堵死出口 辣条就算长了翅膀 也难逃一劫 收集了一根又粗又细的棍子 手工被幼虫抛起了就业 花了不到三分钟 一把趁手的钩子就诞生了 巨魁做梦也想不到 只是躲洞里毙了个数 竟成为了别人的盘中餐 快速送起领了盒饭 贝爷洗提蜡条潇洒离开 刚跋涉了十几分 眼前竟出现了一片绿洲 真的是双血淋门 在沙漠里能发现这么多只美 比捡到黄金还稀奇 更匪夷所思的是 下面还有一个大水坑 啥也不说啥也不落 先给稿子雾里降个温 一直在高温下跋涉 这玩意没少受委屈 泡着纯天然的山泉水 再欣赏着纯野生的风景 这简直就是天堂般的享受 放松了几千秒 贝爷继续上了路 这个鬼地方的悬崖是真多 一道接着一道 但贝不绕死活就是不绕道 只见他掏出钩子往树枝上一扔 随后抓住绳子纵身一跃 要知道这里足足有几十米高 万一绳子断了就玩独子 遇上这么冒险的环境 摄影师是一头的250 但他又害怕节目促扣工资 只能扛着40公斤的装备往下停 俗话说上树容易下树难 没往下滑一丢丢 要害都磨得滚烫 回看这十几米的大树 贝爷想想都后爬 下次打死他也不会冒进了血 眼看夜幕就要降临 就近找了一个山洞 贝爷打算再修整一宿再出发 坏消息是地上到处都是动物的残骸 不采取防御措施的话 一旦遇上掠食动物窜门 结局肯定是吃大喜 这种长满稻刺的棍子 被不须慢人称之为魔鬼手杖 只要刮愣到皮肤 当场立马血流不止 贝爷打算用他来预防掠食动物 光有这道简陋的防盗门还远远不够 怎么也要生驼熊熊烈火 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工砖 拜火被又干起了老本行 钻木驱火可是一项技术不弱 手速不移快也不移慢 烤着的就是耐心和毅力 哼击哼击摩擦了一小时 总算看到了火星 点燃火融后 贝爷满满的成就感 开心得像个十八岁的孩子 要知道对于一个求生者来说 火源的意义相当重大 不仅能预防掠食动物 还可以吃上高质量的晚餐 饲养了一口 还是那个熟悉的鸡肉味 一天没有射入卡路里 确实有点昂狗锐 有了蛋白质的补给 贝爷刚准备躺下来慰问一下 不料响一突然来袭 打开防盗门扫描了一拳 四周一片漆黑 吓得他赶紧将翔毙了回去 在野外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无奈 度过了一个难忘之夜 刚睁眼贝爷就起了场 这回赶路就是妙 空气清新凉爽 一路风驰电掣 很快脚下出现了一条大河 只要沿着河流往死里走 不出意外 马上就能重返文明社 仔细测算了一下高度 足足有数十来米 贸然跳下去肯定会残废 机智贝可不敢冒这个险 而是从夹缝里下了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挪动了不到十几 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天黑之前肯定见不到的奶奶 此时贝爷脑海里 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打算借助绳子直接下去 将其卸下凝成了细细的麻花状 随后死死地固定在悬崖上 消耗了不知道多少地理 总算平安无事落了地 抵达到合适的位置 贝爷纵身一跃快速落了水 没有多久 眼前出现了人类文明 本次沙漠之旅到此结束 这是迅鹿生前的最后一段影像 他做梦也想不到 会败给一个古兽如柴的汉子 善良的贝爷毫不客气固定住了鹿角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迅鹿就算长了翅膀也难逃一几 不过能死在打野被手上赢不亏 至少下辈子投胎能和同伴吹牛茶 经过节目组的安排 贝爷来到了寒冷的北极圈 这里常年气温不高于零下四十度 刚落地 他就发出了阴阴阴的哀嚎 此时此刻的感觉只有一个字真冷 以防体内室温回家吃喜 现在需要快速运动起来 没走多远 贝爷就发现了卡路里 这是雪地里稀有的浆果 看起来虽不起眼像猫屎 但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勉强塞了个牙缝 他又有了新发现 一排新鲜的露体印映入了眼帘 沿着脚印往前走了几小步 山坡上出现了数百头大家伙 这可是难得一遇的蛋白质 驯鹿的奔跑速度号称雪地拖拉机 赤手空拳根本担不住他们 机智被想安排一处陷阱碰碰运气 偷偷摸摸迂回到了被坡 还是老规矩 用万能的降落伞绳做个套索装置 做好后贝爷亲自演示了一遍 灵灵度相当卡哇伊 守住带路明年也吃不上秘密 贝爷一边吸溜着大果冻一边原路返回 驯鹿是出了名的警惕 他们知道来者不是个善杂 拔腿就往山下跑 贝爷吃鹿肉兴切 飞快冲了过去 但驯鹿也不是吃素的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有一只笨蛋中了头 以防鹿角袭击到要害 贝爷将其牢牢地固定在树上 随后温柔地送起领了盒饭 有了这头几百公斤的老家伙 一年半载的蛋白质补仅不用愁 为了方便运输 手工被制作了一个雪橇 拖着百石斤鹿肉前进 每向前走一步都是一场灾难 没走多远 前方出现了一座山崖 被不绕就是被不绕 拉着雪橇就冲了下去 摄影师大意将贝爷拌进了冰河 零下几十度的河水冻得他熬叫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毫发无损上了案 坏消息是百石斤鹿肉卡在冰缝里 可现实的问题是稿子在打战 再继续耗下去恐怕会原地去世 望着百石斤鹿肉 贝爷的内心是一百万个舍不得 割了一块鹿腿 他快速起了身 贝爷决定下山看一看 将伞绳固定在冰缝中 顺着降落伞子的一下就到了谷底 进入小树林没走多远 前方出现了一座木屋 管他里面有没有住人 贝爷直接破门而入 巡视了一圈 里面的宝贝还真不少 现在需要生活烤衣服 根本没有兼劳公主研究 有了一坨熊熊大火 贝大厨精心准备起了午餐 先烧一锅滚烫的热水 然后搁点硬邦邦的鹿腿肉 搞锅里头涮个三十秒 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 还能吃上热气腾腾的火锅 不知道隔壁的得子 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吃饱喝足后 破烂贝在屋里找到了一些旧铁丝 还有一副破旧的滑雪板 一番改造后代步的工具就有了 贝爷急忙穿上体验了一把 效果比十一路公交强多了 有了他就算穿越北极 大腿也不会陷进雪地 一路哼着小曲 贝爷划得不亦乐乎 忽然一道悬崖挡住了去路 目测不过只有三十四呢 绕到走对背不绕就是侮辱 只见他终身一跃抓住了画树 随后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树枝往下压 结果趴得一下树枝直接断裂 一旁的摄影师笑得不亦乐乎 贝爷则是满脸尴尬 人一旦倒霉干啥啥不顺 上坡时雪橇板不听什么 走一步退两步 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贝爷网上面浇了点带温度的冰红茶 这一招果真是妙 雪橇板瞬间乖得像孩子 走了几里滴都没打滑 走着走着前方出现了一片湖泊 穿越过去至少要几小时 眼看天色就要暗下来 这下可怎么办 为了快速穿过冰冻的湖面 贝爷利用降落伞做了个大风筝 借助东风雪橇板一路像是开了光 不出意外用不了多久 就能到达目的地 一路上贝爷对自己的智慧赞不绝口 还时不时让摄影师给五星好名 眼看天色已暗了下来 当务之急要安排一下晚上的住宿 究竟找了一块空地 好土被哼击哼击打起了雪洞 防止夜间降温动应了 还得在顶上铺上一层树枝预防寒气 盖完了窝棚贝爷并没有及时休息 而是安排起了补鱼陷阱 倘若走狗十月 明天一睁眼就能喝上鲜美的鱼汤 将小树枝上拴上绳子 然后用铁丝做个鱼钩 至于诱饵就用吃不掉的鹿肉 回去前在洞口插上锅板 鱼儿只要见到光就会来觅食 辛辛苦苦等了一宿 结果连鱼毛也没有 古人云的一点没错 钓鱼也要看季节 这么冷的天鱼儿根本就懒得出门 喝不到鱼汤 贝爷只能继续赶路 突然一条融化的冰河横在了面前 打造被毕臣号耗时又耗命 绕道走隔壁的得子肯定会笑话 管他2718 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游过去 倘若中途心脏骤停 至少也是因公殉职 刚上岸贝爷就发出了嗷嗷的惨叫 实在是太凉快了 快速生了一堆火 稿子才有金无险逃过了一劫 就眨眼的功夫 鞋带已变成了棍子 坐在火堆旁轰了几小时 体内总算恢复了一点温度 贝爷继续上了路 很快他发现了海岸鞋 沙滩上刚好有很多垃圾 破烂被打算做个法子出海寻求救援 将所有不知名的垃圾捆在一起 一艘简易的贝毕臣就诞生了 没想到刚出海就有了意外的收获 这只海豹虽不能食用 但它的肉可以当作油脂 经过几波风浪的扑打 贝毕臣浩变得奄奄一息 机智被火速上岸 刚点燃风火 没过多久就来了一艘渔船 真的是太神奇了 贝爷成功获救 这是贝爷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挺战 模拟世界末日从废弃的城镇逃离 面对和丛林不一样的环境 等待他的僵尸一重又一重的危险考验 受节目组的安排 贝爷乘坐着德毕臣浩来到了臭名昭著的恩港 以防落水里被鲨鱼偷袭 机智被一个灵活的闪跳 抓住了附近的渔网 摄影师也不甘示弱紧随其喉 刚往上爬了几小过 贝爷就发出了阴阴阴 伸手一摸全是润滑剂 想要从这里上去根本不现实 当下也没啥好招 只能借助这根细码绳挡到对岸 贝爷先做了个示范 双脚在空中乱灯 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嗷嗷 好在绳子质量卡哇伊 否则就全剧中了 摄影师这伸手不出境怪可惜 酷得一下就上岸 不管在何方生存打野 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周围的环境 贝爷打算从电线上爬到对面 这些电线虽然看上去又稀又粗 但把几根缠在一起的话 足以承载摄影师和贝爷 不过挪动的时候可不能大意 要知道从这十几层楼的高度掉下去 结局肯定是八人一桌吃大喜 贝爷不愧是爬绳小王子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毫发无损到了对面 接下来轮到摄影师了 他的技术更是高超 即便肩上扛着几十公斤的设备 但丝毫不影响速度 贝爷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于是开启了跑酷模式 据小道消息透露 当年贝爷就是凭借这个帅气迷人的后空凡 成功俘获了德奶奶的方形 秀了一波后 贝爷发现了一个通风管道 只见他挥起榔头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但凡遇上洞被壁钻必须要探索一下 好家伙 这么窄的入口让摄影师情何以看 都没来得及投擂试探 贝爷就钻了进去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梭在管道内 生怕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坑 不出意外的意外 意外还是发生了 贝爷正准备现身下去一探究竟 没想到却被卡住了 好在今天没有补充蛋白质 不然瘦小的身躯是很难挤出来 进入大楼后 贝爷并没有寻找蛋白质 而是搜罗起了装备 好家伙 欧皇贝竟在厕所舔了个医疗箱 打开一桥里面物质齐全 有绷带还有一瓶神秘水 这些东西都要打包带上 关键时刻能起到大作用 千算万算 没想到这里的房门全部上了锁 没有两把刷子根本出不去 来到电梯前 贝爷掏出了铁丝 窍所砸墙他可是行家 毕竟家族就是干这行的 三加五除二的功夫 防盗所成功被攻破 贝爷内心沾沾自喜 可电梯根本没停这一层 这可把他击坏了 酝酿了几秒钟 看来只能爬钢丝下去 坏消息是上面涂满了润滑剂 这玩意一旦粘到手上 回去肯定交不了差 千钧一发之际 贝爷灵机一动想到了个妙招 割下一旁的消防栓 然后将其往钢丝上一包 这样不仅能增加摩擦力 手上还不会粘到润滑剂 你说这么妙的招 聪明绝顶的摄影师咋就没想到 两腿夹紧绳子一路直下 速度不比坐电梯慢 唯一不好的就是有点磨小蚯蚓 平安无事落了地 贝爷给了摄影师一个手势 让他赶紧下来 没想到摄影师这次又抢了风头 酷吃一下就到了 现在他们所处的位置有点尴尬 只露出了一丢丢缝隙 恼火成怒的贝爷搬起狼头 就是一顿问候 成功脱身后 外面是一片废墟 在这里肯定找不到蛋白质 重新返回到大楼 贝爷开始寻找杰瑞的踪迹 很快他闻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 在这里固执陷阱准没错 做了一个简易的触发期 只要杰瑞来了指定无回 为了解开封锁的防盗门 贝爷竟在节目里光明正大 掩饰起了如何制作爆破炸药 至于整个制作流程也比较简单 找一个输送以缺的管方 随后再找个又粗又细的氧气管 两者只要一组合 威力那是相当卡哇伊 趁着四周没人 贝爷扛起材料直奔目的地 以防爆炸时碎片伤到稿子 他特意拖了一辆汽车做挡箭牌 只见贝爷将以缺和氧气混合在了一起 由于涉及到机密 具体笔列无法公布 化学课代表应该知道是啥原理 随后利用打火时点燃布条 这个时候千万要赶紧闪 不能原地逗留 随着一声启息 防盗门瞬间歇了踩 这波操作可把摄影师吓上了 倘若回去不加工资 他就申请辞职报告 大楼里是一个废弃工厂 看着满地的废体 贝爷心想打包回去 定能卖得好价钱 在角落里出现了一堆鸟内的羽毛 这说明他们肯定住在附近 只见贝爷一个横跳抓住了管道 沿着管道来到了二楼 接着踩上了只有几十公分宽的横梁 要知道从这个高度摔下去 指定会全身开花 但冒这个险还是挺值得 我真找到了鸟窝 工鸽子辛辛苦苦努力了几天 出了一趟门 自己的孩子就没了 补充了一丢丢蛋白质 贝爷浑身充满了能量 孔子云的一点没错 上山容易下山南 贝爷使出了浑身吃奶的力气 才将门击破 随后提着心吊着胆 沿着墙面慢慢行走 这心理素质非常人所为 还是老规矩借助铁管下去 一路如同乘坐滑滑梯 可怜的摄影师发出了嗷嗷 这拍摄真的是要老命 成功突围后 贝爷发现了一辆废旧的汽车 他竟然打算在下面睡个觉 并不着急回去交作业 这趟城市探索真是难为摄影师了 中途有好几次差点翻车 这是贝爷达爷以来过的最爽的意气 肥美多汁的炮弹鱼 嘎崩脆的爆浆牛丸 营养丰盛盛的小牡蛎 香甜可口的海鸟蛋 吃不到的大鲸鱼 人一旦走了运 就连贝币陈浩都变豪华了 这次贝爷将挑战地点选择在了南太平洋 这里地貌广阔气候恶劣 和三差五就会发生热带风暴 飞行员生怕流沙弄坏了机翼 直接将贝爷丢弃在了沙洲上 你还别说这个降落点真妙 卖了几步就落了地 不过此时海水正在涨潮 很快就会吞没整个沙洲 一旦困在这后果不堪设想 和摄影师说了个秘密 扑通一下贝爷快速入了水 此刻他的内心激动又兴奋 据说这一带有很多牛沙和虎沙 倘若有主动送上门不怕死 定能补充不少蛋白质 刚游了几里滴 贝爷的梦想就实现了 一道白色的鱼鳍浮在了水面 定睛一桥体长足足有八十尺 原来是一头大鲸鱼 这可把贝爷吓坏了 要知道这么大的巨物 吞噬一两个人就像嚼花生物 别说贝爷加上摄影师了 就算喊上隔壁的德爷 也不是鲸鱼的对手 为了能活着回去见到丈母王 贝爷使出了浑身力气往岸边游 一路提着心吊着他 总算平安无事上岸 以往都是摄影师帮贝爷 可能是刚刚受了惊吓 导致他拖了后腿 贝不绕果真不是浪得虚明 面对松软又陡峭的悬崖 依旧选择了冒险攀爬 即便是走一步划一步 但贝爷死活就是不绕道 穿过茂密的丛林 探索被到制高点勘察了一番地形 放眼看下去除了一望无际的大海 还有一片碧蓝的天空 根本就瞅不到陆地 想要短时间内重返文明社会几乎不现实 贝爷决定到附近搜罗点物质 这对垃圾对破烂贝来说 可谓是雪中送炭 鱼网可以用来捕鱼 空瓶子和木棍可以打造法子 这双广东人字拖作用就更大 点燃后可以发出风火 一旦开船的路过说不定就能获救 事不宜迟赶紧到沙滩上搭建个三脚架 把拖鞋用干草裹住 这样一点就会燃 以防下雨打湿了 还需要用香蕉干做个罩子 现在万事俱备就缺一坨 好家伙就眨眼的功夫 贝爷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打算离开这座小岛 现在体力各方面都充沛 是离开的最佳时机 一旦精疲力尽困在着 获救的概率会很渺茫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出海之前贝爷需要贝族补给 这是手工贝自创的储水装置 岩壁上的水会沿着绳子 自动流到瓶子 解决了水源补给问题 还需要搞点蛋白质补一笔 收集了一根野生的木棍 手工贝打造了一把放天化剂 这技术娴熟又老练 估计鲁般看得都自愧不如 昨天在海里遇上了一头老金鱼 贝爷可不敢到深水区作案 迫害了一只螃蟹 撒在了潜水区 不出意外的意外 马上就会有鱼儿嗅到鲜味流过来 十几分钟后 贝爷化身海王潜入了水里 底下的鱼儿倒是不少 就是自己的技术太惨 折腾了十几个回合 终于虾猫碰死耗子 收获了一条乌漆骂黑的大家伙 这应该是贝爷抓到过最丑的海鱼 浑身上下比包公还黑几倍 嘴里的牙齿像六十岁的老太太 别看这家伙颜值不咋地 他可是海中的姨妈 小鱼细虾经常被他欺负 这回贝爷要办正事 否则指定会把黑家伙顿了 补充为一丢丢水分 破烂被还得继续搜罗装备 困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 赤手空拳是很难逃出去的 来到悬崖边 一条缆绳映入了眼帘 绳子对求生者来说可是大宝贝 眼看海水就要将其冲走 贝爷急得像热锅的脚 当下也没啥好招 只能冒险下去 这跟大家伙又粗又沉 带上他爬悬崖根本不现实 被不绕选择了走水路 没想到绕道走近有了意外的收获 此时不远处出现了一艘渔船 现在一刻都不能耽误 需要赶紧点燃风火 出乎意料的是 开船的视力和听力都不好 连续呐喊了几嗓 渔船却无动于衷 遇上这种情况 换成任何人都会绝望 贝爷也不例外 这就好比眼前摆了一盘红烧肉 此时肚子又很饿 但死活就是吃不着 生气归生气 但还得回归现实继续生存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 晚上的住所还没有安排 找了一块事业开阔的角落 手工贝爷又重操起了就业 在这种环境下过夜一定要注意 不能让身体与地面直接接触 贝公蚂蚁咬了倒是小时 万一遇到毒蛇钻裤裆 就完毒子了 刚做好小吊床 贝爷急忙躺上去体验了一把 不料质量没有通过验收 这一跤摔得倒是挺直的 倘若夜间打板子翻车 那就有点恼火了 重新换了几根又粗又细的绳子 这回就算加上摄影师 也不会塌放 岛上的天气莫测多变 以防下雨淋湿了岛子 屋顶也要安排起来 转眼间天色已暗了下来 至于晚餐就烤点泡蛋鱼冲冲鸡 品尝一口味道真不赖 除了鱼刺全是蛋白质 夜间下了一场暴露 水壶里收集了不少鱼水 这对于贝爷来说 简直就是雪中送盘 水源补给是不愁了 但早餐还未有着落 一个帅气的蛙跳 贝爷再次化身喊王入了水 屏住呼吸在海底转悠了一大圈 结果连鱼毛都没瞅到 营养丰盛的牡丽就倒了手 啥也不说啥也不浪 赶紧上岸 牡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是难得一遇的美食 贝爷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经常吃这玩意 搭配一点拉菲娜叫一个绝 困在无人的荒岛上 让人担忧的并不是食物补给 而是天天要喝的淡水 光靠收集的雨水只能维持一阵子 利用空瓶子贝爷制作了一个蒸馏器 选择这个方法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时间成本相当高 前两天好不容易碰上了一艘渔船 结果还没有获救 贝爷思来想去不能再等了 为了能早点和得奶奶团聚 贝爷顶着酷热在打造法子 在整个荒野戒论手工技术这一款 他说第二没人敢成第一 这次的贝毕陈昊质量绝对压马带 光木棍就用了数十根 绳子消耗了有恩命 即便遇上狂风巨浪 法子绝不会解体 准备好了一切 贝爷划着贝毕陈昊起了航 拉宫没有回头见 路上就是碰上鲨鱼和海貌 也要硬着头皮往前冲 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 温度瞬间飙到了四十多度 这个时候继续航行 很有可能中暑 获不得已贝爷钻进了遮阳网 玩归玩闹归闹 小命比啥都重要 在海上生存体内的水分燃烧得相当快 三小时步步充淡水很有可能凉凉 数小时后 贝毕陈昊抵达到了礁石附近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二话不说贝爷赶紧弃船上岸 倘若走狗屎运的话 说不定还能捡头死鲨鱼 不出意外的意外 贝爷应该是在做白日梦 这窝公海鸟蛋看上去真不错 吃之前一定要闻一下 倘若有股浓浓的臭味 说明里面的蛋黄已变了质 敲了一颗毫发无损 贝爷快速享用了一顿磁身 海鸟蛋的营养价值是普通鸡蛋的豪减 吃上一颗能抗饿一天 反程的途中 欧皇辈有了意外的收获 这坛死蛋水可是大宝贝 虽然里面掺杂了很多排泄物 但关键时刻能救命 装了满满一大罐 贝爷火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再继续犀鸟氛围的话 恐怕小命都得交代着 不知不觉天色也暗了下来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有摄影师站岗放手 贝爷才平安无事熬到了天亮 昨天收集的水里有很多排泄物 直接饮用很有可能偶扑 此时贝爷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用管子将其输入到肠道 也就是传说中的惯常 这办法虽有些不可思议 但至少不会脱水些菜 好家伙 这波操作果真牛叉 不知道得子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在野外生存为了活命 使用天方也是迫不得已 转眼的功夫 太阳公公又落了山 这对于贝爷来说可是个好消息 白天插管子没有手下留情 到现在肛门还隐隐作痛 恰好休整一宿再出发 躺着睡总处碰到伤口 无奈之下贝爷选择了桂水 美好的一天终于来临 但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即将开始 好消息是前方有一座小岛 贝爷决定去碰碰运气 借助狂风巨浪的推力 贝毕陈昊一路顺流而下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道内核 这可是重返文明社会的高速公路 沿着河流划了三小时 眼前出现了文明社会的迹象 贝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节目足以在村庄恭候他多时 都说来我国打也会挨饿 而贝爷却有吃不完的美食 探考丛林巨无霸 肥美多只的鲜鱼刺身 嘎崩脆的野生大田鸡 本期他来到了我国的云贵川交界处 这里是一片原始大丛林 里面生存了成千上百种致命生物 据说至今还从未有人敢来探索 作为荒野界的标杆 打野界的扛把子 贝爷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 可他完全低估了丛林的环境 刚跋涉了十几步 施滑的石头差点把他送了 千军一发之际 摄影师再次救了他一命 贝爷连声谢谢都没说 很快眼前出现了一道河流 打造被毕尘号废时又废影 砍了一根竹子测量了一下水位 贝爷一个后空翻快速入了水 无论是被困沙漠还是桶林 只要找到湍急的河流 就有机会重返文明社 借助八十麦的水速一路漂流而下 突然贝爷给了摄影师一个刹车的手势 原来底下是一道悬崖 一旦冲下去结局可想而知 下方的地形崎岖不堪 贝爷可不敢冒险硬钢 只能老老实实地绕道 砍了一根50公分粗的树枝做支撑 3加5除2的功夫 贝大胆就抵达到了对岸 千算万算没想到就喘气的瞬间 一股急流拐走了树枝 这可把贝爷挤坏了 没有这根救命稻草是欺负难想 和摄影师商量了一番 他决定从瀑布里穿过去 要知道瀑布的冲击力高达几百万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冲走 好在贝爷赴大命大了 平安无事上了岸 在下游的小水潭里 一条不怕死的博宝正在觅食 贝爷哈哈一笑 午餐有着落了 试图用手抓了十几回 鲶鱼侥幸逃过了一劫 难得一遇的蛋白质 留给隔壁的得子有点可惜 砍了一根上等的竹子 手工贝快速制作了一把鱼叉 还是有工具来使 酷吃一下就中了火 鲶鱼长着长长的胡须 很多地方称它为胡子泥 它属于肉食性的动物 毋庸置疑肉质也很鲜美 这条小国宝患成任何人都会选择放生 但贝爷从不对蛋白质手下留情 享用了一顿肥美的刺身 贝不绕沿着河流继续出了发 然而此时水位陡然上涨了几十寸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再继续走水路无疑是找死 三十六计走为上级 但丛林里也并非安全 很多致命的动物都等着开心 这条眼镜蛇贝爷可惹不起 它的毒液能喷射到五米之外 是出了名的远程射射 一旦触碰到猎物的眼睛 不到三秒就会失眠 为了能活着见到的奶奶 贝爷只能乖乖远离这个坏家伙 在丛林里穿梭 随时会被一些不明生物盯上 要说这水质胆子也够肥的 竟打起了贝爷的主意 打野数十年 还从未有不明生物占过他天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一定会成为荒野界的效果 出于人道主义 贝爷快速给了水质一个痛快 长途跋涉了几里地 体内燃烧了不少卡路里 照这样光出步 恐怕是很难走出丛林 找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山洞 贝爷打算进去探索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里面应该会有自己喜欢的美食 刚进入山洞 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 成千上百只蛋白质 呈现在眼前 蝙蝠无论是火烤还是碳烧 口感都是相当卡哇伊 奈何自己的技术太财 折腾了几小时 结果一只蝙蝠都没弄到 贝爷并没有选择恋战 而是带着遗憾离开了山洞 倘若继续战斗下去 很有可能耗尽体力 一旦躺山洞里 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眼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晚上的住所还没有安排 在丛林过夜 贝爷一定要离开地面 被蚂蚁和蚊子 咬到倒无所谓 万一碰到个致命的动物 轻则残废 重则扑街 收集了一大堆 不花钱的嫩竹子 手工贝在树叉上 铺了个小吊床 体内摄入不到卡路里 贝爷是不可能休息 是时候主动出击 弄点食物补衣服 如果在野外 想要获取蛋白质 贝爷教你一个小妙照 找一根水灵灵的竹子 将其削尖了做成机关 利用藤蔓做个触发装置 学会了陷阱被这门技术 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 只要他敢触发机关 结局肯定是吃喜 回去的途中 贝爷发现了一只丛林巨无霸 难得一遇的蛋白质 错过了有点怪可惜 返回到营地 拜伙被快速搞了一堆 这玩意尾巴含有巨毒 吃刺身风险系数有点大 还是加工一下比较妥的 半小时后 焦香味已扑鼻而入 贝爷急叉叉品尝了一口 味道是一言难尽 在丛林让人绝望的并不是爱 而是一群致命的公蚊子 他们会时刻盯住各个部位 这一宿贝爷都没敢合眼 稿子上不知道起了多少泡 乌漏偏逢连夜雨 不料陷阱又落了空 生气归生气 但还得继续赶过 骑士成年人可以一周不进食 不过要时刻给体内补充水分 丛林里遍地都是竹子 他们是天然的储水器 用小刀轻轻敲一下 好不容易听到沉闷的声音 说明里面就有水 缩了一颗贝爷玫瑰 影响口感 贝爷快速塞进了嘴里 勉强塞了个牙缝 还得继续赶路 没走多远头顶上没了太阳 这个时候很容易在方向上出差 没有缺德地图和指南针 机智的贝爷想到了个妙招 在身后绑了一根藤蔓 只要藤蔓不走歪了 说明方向上就是对的 这一招果真是妙 很快贝爷就发现了文明社会的踪迹 这只野田基比宋公明出现的还及时 有了蛋白质的加持 不到两小时贝爷就走出了隧道 在空地生了一堆火 很快肖恩就将飞机开到了头顶 这是贝爷离痴息最近的一期 差点被二师兄活生生盘死了 究竟是咋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本期他来到了阿卡玛大荒野 这个鬼地方的环境是出了名的险 刚落地贝爷就发出了嗷嗷 一道千丈悬崖挡住了去路 绕道走费时又费力 隔壁的德子还会笑话 迫不得以贝爷纵身一远 跳上了腐烂的枯术 遇上这么危险的副本 摄影师是进退两难 倘若自己认怂肯定会被炒犹 为了那香喷喷三千二的月星 只能舍命陪君子 好家伙 贝爷还在扮腰中 摄影师就抵达到了谷底 这伸手不出尽怪可惜的 贝爷见他不给自己留面子 头也不回直奔山顶 一路上不停地爽裤 可天有不测风云 没走多远 一条湍急的河流横在了面前 贸然由过去很有可能被急流冲走 在垃圾中 破烂被收集了一些泡沫和帆布 这可是打造贝毕陈昊的上主材料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鲁斑之外 打造筏子贝爷谁都不服 花了三个多钟头精心打磨 贝毕陈昊总算起了行 不出意外的意外 马上就会遇上急流 筏子瞬间解了体 贝爷急忙抓住了一棵枯树 上岸后他并没有生气 反而心里乐得不亦乐乎 下方是一道瀑布 倘若筏子不解体 开到下面就玩犊子了 绕开瀑布贝爷来到了森林 冬季的森林有很多野兽虫 是获得蛋白质的最佳机会 走了十几步 地上出现了很多花猫的脚印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安排一处陷阱碰碰运气 质量这一块陷阱被是拿捏的驼头 只要有动物感触发 指定是有去无回 布置完陷阱 贝爷打算在附近盖个庇护所 森林里的树木倒是挺多的 可大部分已上了岁数干枯腐烂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突然视野里出现了的好东西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藤蔓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 导致他的外形长得像驼子 贝爷打算用他搭个庇护所 经过半个多钟头的心情复出 一座迷你版的帐篷就诞上了 长短大小那叫一个绝 刚好适合一个人睡 以防夜间打板子闲了 贝爷又收集了一大堆树叶 将藤蔓的空隙里填上满满的一层 窝棚里瞬间有了温度 忙活了几小时 体内燃烧了很多卡布 是时候去查看一下陷阱了 站在百米之外耳边传来了猪吼声 定睛一瞧贝爷直流哈里子 野猪生性凶猛脾气暴躁 尤其是一只中了陷阱的野猪 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三番五次想把贝爷弄死 如果不是被套所困住 估计贝爷的小命要交代着 领教了这个家伙的威力 贝爷可不敢正面应当 偷偷默默绕到了野猪身后 瞅准了时机 一个飞跃将其扑倒在里 野猪大意没有及时夺审 发出了凄惨的嚎叫 试图想呼叫队友来救援 但贝爷根本不给他机会 掏出十几米的大刀 酷的一下就送七里子合饭 野猪肉里含有大量的寄生虫 生吃很有可能窜息 收集了一些上等的火龙 拜火被快速生了一堆火 卸下野猪的后腿 将其挂在树枝上 细火慢熏几小时方可食用 看到这些嫩嫩多汁的瘦肉 摄影师直流哈拉子 贝大厨的烤肉技术果真压马带 一口抿下去即刻荣华 隔日出门排降时 贝爷发现了一座山洞 这让他充满了好奇 快马加鞭返回了营地 手工被制作了一个火把 在上面抹点猪油做燃料 求生手册记载山洞里 含有大量的野泉水 刚走了十几步 贝爷有了意外的收获 区区做梦也想不到 躲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还能遇到贝爷 补充了三两卡哇伊 贝爷继续往前探索 突然洞口变得越来越窄 吓得摄影师一身冷汗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从洞里走了出来 贝爷发现了很多黑巧克力 他根本不顾及摄影师的感受 自己吃起了毒食 口感是一言难尽 又不知道走了多远 一片沼泽挡住了去路 为了能早点和得奶奶团聚 贝爷打算冒险穿越过去 在沼泽里行走千万不能大意 因为水底潜伏了很多致命生物 突然贝爷一抽搐 感觉被啥东西绊了一下 仔细一瞧 原来是只老恶龟 千万别小瞧这家伙 他的咬合力和鲨鱼不差上下 不仅仅如此 饿龟还有较强的防御力 一旦遇到危险 就会把头缩进盒子里 正当贝爷研究如何碰饪时 手掌心打了滑江旗弄丢了 这种情况下 贝爷可不敢直接伸手下去抓 毕竟饿龟躲在暗处 万一被咬到一口就亏大 为了不被不明生物偷袭 贝爷找了一根棍子用来探物 既然吃不到饿龟 那就抓之他的同伴鳄鱼补一 转忧了大半天 结果鳄鱼毛都没丑到 人一旦饿坏了 意识也会随之模糊 掉进沼泽贝爷才有了反应 淤泥的吸力就像磁铁 任凭它怎么挣扎 死活就是抬不起腿 反而越陷越深 想要从这里爬上岸 没有东西借力比登天还难 掏出水壶 贝爷在上面裹了一层绳子 随后将其抛到岸边 使出了浑身吃奶的力气 终于从沼泽里逃了出来 刚准备船口气压压惊 不料森林里发生了火灾 大量的烟雾在森林里弥漫 周围的温度瞬间飙升了几十度 此时贝爷需要尽快离开这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防把衣服捎没了 机智地贝爷躺进了泥潭 浑身上下抹了三层 他快速冲进了火海 跑在衣服上抹了泥巴 这才毫发无损逃了出来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条公路 贝爷乘坐顺风车 踏上了回家的旅程